461章 密林强者的集结 另一边 张晨队伍 龙卷风将前面几公里的路都给扫荡一空 但是走完了这几公里 很快又进入了密林区 而且这一次的密林比之前更加的繁茂 周围出没的怪物体型也越发的巨大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一路上竟然没有遇到主动挑衅的怪物 偶尔有一群长相怪物的变异V型猎势者 快速地从张晨等人的面前狂奔而过 张晨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长相和基本资料 这些家伙就消失在了密林里 他们不害怕张晨 但是害怕身后的某个恐怖的生物 看来要有大家伙来了 张晨缓缓地说道 大家伙 真的吗 一定很好玩吧 小白双眼发亮地说道 WWW 哎 有点困难 还有点小饿 想吃东西 默然揉着肚子 慵懒地说道 正好来点厉害的家伙 试试我新脆毒的匕首 雪莉将两把匕首在眼前晃了晃 上面流动着五彩斑斓的眼色 一看就知道 沾上了绝没有好事 别看雪莉 只有高级蜕变着二阶段的实力 但是她的刺杀和用毒双天赋 让她的实力大增 刺杀天赋 本来就善于伪装气息 进行先手偷袭 再加上武器上的毒药 其实 匕首的伤害有限 最可怕的是毒药 只要毒药够猛 随便给敌人的身上开个口子 再强也得完蛋 这才是雪莉的可怕之处 我这边的研究也告一段落了 你看看我 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徐瑞娜从巨甲运兵车里走了出来 轻轻一跃 跳到了张晨的身边 笑着问道 嗯 张晨仔细看了看徐瑞娜 不得不说 她穿旗袍是真的好看 身材更是没得说 看了两久 张晨才一脸诧异地问道 你掌握了新技能 感染恶化 你是怎么获得新能力呢 难道说研究结果可以变成你的能力的吗 徐瑞娜微笑着点了点头 答道 因为我本身体内就含有病毒 我只不过 是把新研制的 可以强力感染变异生物的病毒 和体内病毒融合在一起了而已 而且 包括很多进步派的研究结果 只要是我能理解其中的理论构架 就能大概模仿出实验效果 这一点 和你能利用陨石能量 构建出新的异能差不多 只不过 你是从对陨石能量运用的角度 获得新能力 而我是通过科学研究 而获得新的能力 所以 张晨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所以 你经常拜访实验室 就是在不断地 丰富自己的知识 将进步派的理论 逐渐融合为自己的能力 徐瑞娜轻笑了两声 说道 所以 你以后要小心点了 因为我的感染恶化 有可能也会把你变成感染体哦 张晨微微一正 什么 我要小心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被感染 徐瑞娜笑而不语 瞬间原地消失了 下一秒 出现在了旁边粗壮的树枝上 他现在对顺闪的掌握 比之前在第三座城市 张晨找到他时 运用得更加熟练了 估计 小阮从张晨的衣兜里爬了出来 探出了头 四下看了看 又缩回到了衣兜里 这个家伙 好像有点设恐 从来也不跟其他人互动 藏在张晨的衣兜里 也不觉得无聊 要小心了 刚刚你释放的强大的能量 已经吸引了整片森林 最强大劣势者的注意 那些低级的变异生物 疯狂逃窜 就是因为这些 强大的怪物要来了 徐瑞娜站在高处 四下眺望了一下 说道 隐约的 似乎看到远处的 巨大树木枝叶的遮挡之下 仿佛有体型硕大的生物 正在缓缓逼近 嗯 来就来吧 既然我们进森林了 自然就做好了 和这里的怪物战斗的准备 张晨看了看身边的团队 微笑着说道 也是时候练练兵了 二胖也好 小白也好 都是需要越战斗 越强悍的存在 漠然就更不用说了 她是蜘蛛女王 增加战斗经验 是必须的事情 让大家在战斗中 好好成长 这样将来 在遇到原住民的时候 胜算才会更大一些 吼 二胖走了一会儿 忽然停了下来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一人来高的灌木丛 口中发出一阵阵 威胁的低吼声 噢 剑已经被二胖发现了 一只色彩斑斓的大猫 从灌木丛里 停起了身子 缓缓地走了出来 这个家伙 足足有一辆公交车 那么大 很难想象 它是如何在灌木丛中 隐藏得那么好的 张晨稍微凝视了 他一下 很快一行提示 在他身边浮现了出来 变异粒齿虎 变异六行生物 没有特殊能力 所有属性 比铜阶提升百分之五百 好消息是这个家伙 没有什么变态的特殊能力 坏消息是 这个家伙的肉身强度极高 压根也不需要 什么花里胡哨的技能加持 变异六阶 还是铜阶实力的五倍 吼 二胖朝着利齿虎 低吼了一声 脖子后面的毛顺 尖炸了起来 这让他的体型 看起来更庞大了许多 二胖的体型 确实比利齿虎 要更大一些 但是对面这个家伙 是铜阶五倍的属性 也就是说 如果二胖 是变异六行实力的话 对方至少轻松 吊打五个二胖 更何况 自从默示第一阶段 二胖对阵匍匐者获胜 默示第二阶段 二胖对阵强化后的巨坦获胜 二胖似乎没有跟 更加强大的敌人战斗过 因此 张晨也不清楚 二胖的实力 到底在什么程度 但是变异六行的怪物张晨 是有印象的 之前在赶往第七座 高强城市的时候 曾经和六行的感染体交过手 要不是小软在 胜负确实难料 二胖能有六行那么强吗 就在张晨思考的时候 忽然 旁边草丛又是一阵抖动 一个硕大的舌头 从灌木里探了出来 这个家伙更直接 连藏都懒得藏了 直接露出了真身 两个舌头 三个舌头 等等 张晨一正 眼前的竟然是一只五头蛇 长长的身子 在地面上一圈圈地盘了起来 朝张晨吐着杏子 又是一只变异六级的生物 462章 危机来袭 随着张晨将目光聚焦在 五头蛇的身上 一行提示 缓缓浮现了出来 名称 五头蛇 等级 变异六型生物 技能 死亡吐息 五个头分别可以进行 冰霜吐息 烈焰吐息 剧毒吐息 声波阵击 能量吐息 当五个头一起发动攻击的时候 将会发射死亡吐息 对目标造成巨大的伤害 视魂缠绕 死死地缠住目标 同时不断吸收对方的能量 直到对方骨头节节寸断 或者能量耗尽为止 终极再生 除非直接斩断五个头颅 否则任何一个头颅被斩断 或者摧毁 很快都能再次复原 嗯 这个看起来也挺有意思 五个头有五种攻击方式 张晨微笑着点了点头 倒是可以开启绝对视线 观察一下他的能量流动 充实一下自己构建异能的水平 呀 这个东西 感觉好好玩的样子 小白对面前的利驰虎无感 反而对旁边 这个五头蛇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距离好远 但是他已经伸出了小手 凭空抓呀抓的 似乎想要亲自摸一摸 你喜欢那就你去吧 不过别玩太久了 我们还得赶路呢 张晨笑着说道 好的 放心吧爸爸 我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结束的 小白说着 猛然从二胖身上跳了起来 这个家伙心真是大 以他的力量强度 这么猛然一跳 反作用力 全都夹在了二胖的身上 砰的一声 巨大的冲击力 撞得二胖 亮枪了两步 二胖 这只小猫咪交给你了 张晨笑着拍了拍二胖 带着众人从他的背上跳了下来 好 二胖嘀吼了一声 缓缓地朝着 利齿虎走了过去 其实论身体素质 利齿虎对阵小白是正好的 二胖的召唤狼群 对付五头蛇 也是比较有利的 之所以张晨 把他们对阵的目标 调换了一下 一来 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 二胖好像 天生对猫科动物 就没有好感 内心已经按捺不住攻击的冲动了 二来 张晨是希望他们 通过这次战斗 有所提升 小白的体质没得说 但是毒素抗性 异能的抗性 还需要继续加强 正好让九头蛇 历练历练他的实力 二胖就不用说了 这么大的体格 有点虚啊 小白跳一下 就把他蹬的站都站不稳了 这不得好好锻炼锻炼力量 让他跟利齿虎打 为的就是各方面属性 都提升提升 So 小白的速度很快 双手戴着拳套 脸上戴着面具 狠狠地朝着五头蛇中间的脑袋 砸了下去 五头蛇没想到 小白那么快 他一开始 还把目标锁定在了 二胖和利齿虎的身上 毕竟这两个都是庞然大物 五头蛇一度认为 利齿虎是来跟自己抢猎物的 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对手 是这么小丁点的一个女孩的时候 小白已经俯冲到了面前 五个头赶忙张开嘴 准备进行喷射 然而 他的速度终究是慢了一点点 小白上一次 在跟变异六型感染者鸽者 牧羊人出现那张的感染体 的分身战斗过 所以实力提升了许多 他能击杀鸽者的分身 说明自己至少 已经是变异六型的实力了 而且 小白没有技能 凭借的 就是自身的狂暴的爆发力 碰 重力一击 中间头颅刚张开嘴 还没等发射能量波 就被小白重重一拳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四道土西 从小白的身后喷射了出去 一个头 小白笑呵呵地说道 同时向后一跃 又躲开了火焰的攻击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五头蛇中间那个已经被砸烂到血肉模糊的脑袋 忽然长出了很多红色的细胞 一阵膨胀之后 红色细胞退去 一颗完整的头颅 重新长了回来 哎呀 这样都不死 这下可好玩了 本来还以为自己下手中了 把玩具给玩坏了 这次可以放松地玩一会了 小白高兴地拍手叫好 而这边的五头蛇 早已经怒不可遏 一道冰霜 一道剧毒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击射了过来 同时 身体也没有消停 快速地在地面上蔓延着 因为太长 身体不得不扭曲成S形 像瘫石蛇一样 将身体缓缓铺满了整个地面 当然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布置陷阱 每一个S形的弯都是一处陷阱 只要小白落在了这个范围内 蛇身快速地 就能将小白死死缠住 被缠住的目标 不管你有多大力气 也很难使出来 到时候 胜负就一目了然了 二胖这边的战况 不容乐观 确实如张臣预料的那样 二胖有点虚 虽然他开局 就召唤了一群笑月狼 入场助阵 但是因为狼王本身就虚 所以召唤出来的笑月狼 战力也是平平 在面对五倍属性的 力齿虎面前 所有笑月狼的行动 都变成了慢动作 七八只狼 从多个角度攻击 力齿虎 依然能安然无恙地 全身而退 甚至在后退的过程中 还能抽空回首 删出一巴掌 这一巴掌看似随意 但是打在成年笑月狼身上 一巴掌就能将它打飞出三四米远 速度 力量 抗击打能力 爆发力 全都是同阶的五倍 看似是狼群围攻利齿虎 实际上 却是利齿虎围攻群狼 看来你很悠闲吗 有这么强力的手下 你很得意是吗 忽然 一个男人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的树枝上 张晨在对方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目标 这是一个头发像卷毛狗一样的男人 手中 提着一个工具箱 胸前挂着胸牌 通过绝对视线 张晨看到 胸牌上写着 部门 后勤部 职务 能量核心维护人员 名字 洛天宇 嗯 这个名字 好耳熟 张晨猛然想起来 对 是洛天宇 之前在徐瑞娜拿着的员工档案里 看到过他的信息 而且眼前这个人 手上确实也没有戴着戒指 遇到原住民了 看来天鹿山上 肯定有对于原住民而言 很重要的东西 不然 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现身的 463章 原住民的实力 主角团的劣势 你是原住民 张晨眯着眼睛问道 呵 原住民 听起来好奇怪 就好像我们是原始部落 你们是先进的殖民者一样 没想到这么你先 家伙 竟然有着这么高的优越感 其实应该说 我们这些人类 而你们这些 不过就是随便什么东西罢了 洛天宇桀骜不驯地说道 他在说到你们这些的时候 忽然顿了一下 本来他对于轮回者 是有指代词汇的 当时他刻意避开了这个词 而是用家伙来代替 说明 首先这个词汇并不好听 其次这个词汇 从字面意思上 会暴露进步派召唤轮回者过来的目的 所以他才避重就轻 但是在原住民和原住民之间 提到轮回者时 一定是用那个词来交流的 这才让洛天宇养成了说话的习惯 差点说漏了嘴 看来你的身上 有很多秘密啊 张晨笑呵呵地说道 同时 右手在下面轻轻拍了拍默然 后者瞄懂 我是人类 世界变迁的见证者 当然会知道很多信息 不过 我今天就是来看看 人们寄托众望的家伙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仅此而已 洛天宇笑眯眯地看着张晨说道 你们人类就是游客 末世就是动物园 我们就是动物园中的一些展览品 供你们参观是吗 张晨忽然改用原住民认知的思维方式 说道 哈哈 这个比喻很形象 我知道 你们的世界是有动物园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没有 我们不会那么残忍地 把动物捐在笼子里 我们给动物 都是最原始最自然的环境 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让他们感觉不出 自己是笼子里的动物 洛天宇一脸得意地解释道 然而 他的话还没说完 此时漠然已经 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随后整个身体 化成一团黑色的流体 朝着洛天宇就涌了过去 初级夺射寄生 这一幕 张晨熟悉 上一世的蜘蛛女王 就是这么寄生的自己 要不是有陨石核心 现在自己早就没了 只要夺射了洛天宇 那么原住民所有的秘密 就会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张晨的面前了 寻找灯塔 更是易如反掌 然而就在黑色的流体 即将钻入洛天宇身体的一瞬间 形状忽然发生了改变 好像撞到了一层 看不见的玻璃上 黑色的液体 瘫成了一大片 却丝毫不能再前进片刻 漠然无奈 只得向后一跃 重新恢复成人形态 哦 小蜘蛛也在你的队伍里 难怪我看着有点眼熟 原来它重生了 难怪这么稚嫩 连我们的防护屏障都忘了 如果是之前的蜘蛛女王 肯定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洛天宇轻蔑的一笑 连头也不回地说道 张臣面带微笑 不置可否 内心却在思考着对策 洛天宇本人的实力如何 不清楚 拥有什么样的科技 也不清楚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 进步派现在拥有的技术 绝对比之前记录的 在高强城市里的科技 更加强大了 之前一直有提示相伴 不论什么样的强敌 一旦知道对方的技能和弱点 打起来就有底气 现在面对一个满身问号的原住民 危险程度和战斗难度 瞬间大幅提升 此时张臣也算了解了 那些没有提示的幸存者 在末世生存 有多么的艰难 洛天宇 忽然 一个平静中 夹杂着一丝愤恨的声音响起 是徐瑞娜 怎么是你 洛天宇 在见到徐瑞娜的一瞬间 整个人的表情 瞬间变得极度扭曲 这表情融合了惊讶 惊喜 恐惧 不解等情绪 看起来异常的怪异 你还记得我 徐瑞娜缓缓缓地从树枝上跳了下来 轻轻挥动着 原本应该是双手的一双爪子 愤愤地问道 你不要过来 上 上 洛天宇惊恐地连连后退 随后紧张地大喊道 哦 哄 忽然洛天宇身后的两棵巨树 剧烈晃动了起来 随后 一头五层楼大小的黑熊 从密林中扑了出来 巨大的黑影 遮天蔽日一般 朝着徐瑞娜冲了过去 哄咚咚 就这么一个扑击 直接将徐瑞娜身后的巨树 直接扑倒 直径五米多长的树干 阴生断裂 惊起一群怪鸟和飞虫 徐瑞娜顺闪到了旁边 快速地用锋利的爪子 在她的身上滑了几下 她的爪子锋利无比 可以穿透任何皮毛和角质层 然而 爪子再穿透了巨熊的皮毛 即将滑到血肉的一瞬间 徐瑞娜却表情大变 接连向后连退数十步 和巨熊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怎么会这样 徐瑞娜满脸的不解 哼 我们甚至任何生物 都是不可靠的 只要拥有自己的意识 就永远不会有绝对服从这四个字 所以我们改良了一批机械仿生生物 看似是生物 实际上是机械 只不过是一比一复制的生物形态 并且通过动作捕捉技术 将它们的战斗行为 也都融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机械 拥有百分之一百的忠诚度 而且不会被感染 也不怕毒素 专门为你这样的敌人设计的 洛天宇一脸得意地笑着说道 哦 黑熊再次猛地挥出一巴掌 徐瑞娜再次轻盈地躲开 但是身后的植物就倒霉了 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大片 当然 我给你也准备了礼物 洛天宇看着徐瑞娜忙碌的身影 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转而对张晨说道 当然 我给你也准备了礼物 一个男人缓缓地 从洛天宇的旁边走了过来 口中缓缓重复着洛天宇的话 这个男人歪着脑袋 一只鞋已经不见了 光着脚走在地上 另一只鞋破了个洞 露出两个脚趾 一步一蹭地缓缓走了过来 可哲 还是变异等级 七的 张晨瞳孔一缩 他还记得上次和变异六级歌者的战斗呢 这个家伙 可以直接用能量幻化实体 还能模仿部分技能 简直麻烦得很 现在等级提升了一级 变得更加难缠了 估计 小阮也感觉到了老对头出现 缓缓地从张晨一兜里爬了出来 然而刚一出现 就被一个凭空出现的小型禁锢罐锁了起来 我很好奇 没了格罗莫斯 你还能打败歌者吗 洛天宇应笑着说道 464章 洛天宇的能力 去死 忽然 一个靓丽的身影从旁杀到 趁着歌者和张晨对峙的时候 雪莉和默然同时对洛天宇本人发起了攻击 洛天宇微微一笑 左手轻微动了一下 紧接着 整个人瞬间原地消失 下一刻 出现在了两人身后五十米左右的位置 安安稳稳地落在了草地上 顺闪 他也会顺闪 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到他体内的生物能量 他是怎么做到的 雪莉满脸的惊讶 他体内确实没有多少生物能量 但是他手里的箱子里 有 很可能是进步派将生物能量科技化的结果 张晨淡淡地说道 绝对视线注视下 一股股淡蓝色的能量网路远远不断地从箱子里流了出来 和其他生物不一样 所有的生物都有能量核心 能量是从核心流动四肢百骸的 而洛天宇箱子里的能量 竟然是凭空转移到他左手上的 类似远程充电的感觉 完全不需要有线路连接 又是个奇怪的能力 看来进步派在离开高强城市之后 技术再一次获得了提升 不过再怎么提升 依旧是墨市食物链里的食物罢了 张晨冷笑道 要是进步派已经强大到可以主宰墨市了 那么轮回早就该停止了 啊 你们确实有点本事 不过在我看来 你们不过就是一群蚂蚁而已 看来 他们对你的评价 也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洛天宇说话的同时 左手再次轻微动了几下 紧接着 雪莉瞬间跪倒在地 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 仿佛在拼尽全力 想要站起身 但是身体 却被牢牢吸在了地面上 主人 我感觉身体特别地重 浑身使不出一点力气 雪莉气喘吁吁地说道 仿佛每说一句话 都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一样 能坚持住十分钟吗 张晨问道 看来 戒指果然是原住民 用来束缚轮回者的东西 M 他们特意在戒指里 增加了聊天 交易 储存物品 甚至可以召唤建筑等能力 为的就是让人们依赖戒指 强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资 和更好的生存环境 一定会通过击杀其他幸存者 来搜集戒指碎片 这样强者在变强的同时 束缚他的戒指 也在逐渐地变强 那种实力强大 但是戒指几乎从不升级的轮回者 几乎不会存在 就算存在 数量也不会多 如此一来 这个戒指就变成了 可以成长的枷锁 在关键时刻 就会成为轮回者被原住民控制的工具 雪莉的能力 肯定是被戒指束缚掉了大部分 因为末世第三阶段的重力 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而水蓝星的重力 本来就比地球要大上许多 雪莉能硬撑着 没有趴在地上 已经很难得了 没问题的主人 就算坚持20分钟 也没问题 雪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说道 她知道张臣面对的 是实力强悍的歌者 之前歌者只有六级的时候 就已经强得没边了 现在又提升了一级 到了变异 七级 感染体和变异生物 每提升一级 实力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臣虽然也变强了 但是想要在十分钟之内 击败歌者 还是很有压力的 所以 雪莉咬着牙 就算骨头断了 也不能让张臣 因为自己分心 放心 老大 我也没问题 身后传来了左男的声音 原来这个家伙 也因为戒指的原因 勉力跪在地面上 只不过 大家都是专心面对敌人 倒是把他给忽略了 漠然飞快地吐出蛛丝 粘在了巨大的植物上 做成了一个吊床 随后 将雪莉和左男 分别放在了吊床上 因为蛛丝的韧性 可以分散重力造成的压力 防止雪莉 因为双手双腿 接触坚硬的地面 造成损伤 这个远离 就跟气垫床 可以抵消跳楼的冲击力差不多 哦 我差点把你给忘了 小制桌 虽然目前 我还没有适合你的礼物 不过有个家伙 已经不请自来了 希望你玩得开心 骆天宇说完 左手再次微微移动 整个人瞬间消失不见了 隐身能力 他的隐身 能骗过大多数的 变异生物和感染体 但是对于张晨的 绝对视线而言 完全无效 张晨也不知道 这些原住民 对自己的信息 掌握了多少 但是看样子 他们已经关注自己 很长时间了 不管如何 真实的实力 不能轻易暴露 骆天宇 不过就是一个 后勤部的维修人员 连研究员 甚至安保部门 都不算 如果自己连一个 后勤都搞 需要把所有的底牌 都亮出来 那以后 还怎么去面对 更强的对手 大家速战速决 我要活着骆天宇 张晨淡淡地说道 好的爸爸 好 交给我了 爸爸 众人答应了一声 徐瑞娜 因为和机械熊交手 陷入了苦战 没空说话 漠然也能看到 骆天宇的位置 毕竟当初张晨获得的 绝对视线的能力 就从蜘蛛女王身上得到的 所以对于漠然而言 他眼睛天生的生理结构 就是绝对视线 就在漠然假装看不到骆天宇 谋划着怎么将他抓住的时候 忽然不远处的树林 再次剧烈晃动了起来 这次的晃动程度 比之前一栋楼高的 机械巨熊出现时 还要猛烈 咯咯咯咯咯 忽然 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从林中响了起来 在山中不断地回荡着 噗啷啷 远处巨大的飞鸟 被这叫声惊得飞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随着树林晃动得越来越厉害 一只小扇一样高的巨型蜘蛛 出现在了漠然的面前 一团团黏乎乎的唾液 从他贪婪的大嘴中 缓缓滴落了下来 名称 土蜘蛛猪母 等级 变异 七级 技能 蝉仔 土蜘蛛幼崽不需要孵化 脱离母体后 直接变成拥有行动能力 和战斗力的小型土蜘蛛 土蜘蛛通过吞噬其他生物 有时也会吞噬同类 获得快速成长发育 从而提升战斗力 毒性猪丝 吐出带有剧毒的猪丝 对目标造成麻痹 和削弱生物能量的效果 无限世界 猪母可以和小蜘蛛共享视野 无视偷袭和伏击 465章 张晨 VS歌者 变异 七型的土蜘蛛猪母 来对阵 还没有发育完全的默染 这不是欺负人吗 不过看默染的样子 不但丝毫没有半分退却的意思 反而看着土蜘蛛猪母 缓缓流下了晶莹的口水 张晨 默染竟然也想吃掉土蜘蛛猪母 竟然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大概猪母通过互相吞噬 能获得升级 或者拥有其他的能力 否则这么大的猪母 肯定是有自己的巢穴的 她也不会连自己的巢穴都不顾了 直接亲自出动 势必要跟默染一绝高下 不过算下来 这个骆天宇也确实有点本事 虽然她身边的筹码不多 但是却能趁着密林中的强者 围攻张晨的时候 过来补上一刀 而且这一刀 针对性极强 可以说 这一战绝对是张晨团队 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战 几乎一开场 就被克制住了 轰隆隆 轰隆隆 土蜘蛛猪母毫不客气 直接对着默染发起了攻击 那堪比巨树的长腿 猛然踩在地面上 直接将脚下的一切 都踩入了泥土之中 引得大地都在不停地震战 默染身形灵活 灵巧地 跳到土蜘蛛猪母 那长满尖刺的大腿上 喷出几团蛛丝的固定点 然后在半空中随意地飞翔了起来 土蜘蛛猪母的体型太过巨大 虽然看起来每动一下都很慢 实际上却一点都不慢 只不过 因为移动距离远 给人一种移动很慢的错觉 默染虽然灵巧 但是从速度上 很难跟土蜘蛛猪母硬碰硬 这就像一只小蟑螂 人类可能觉得它跑得很快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一起跑的话 人类很快就能踩死它 这就是体型大的优势 所以 默染指得在半空中 不停地改变运动的方向 逼迫土蜘蛛猪母 也跟着不停地调整步伐 这样一来 优势就重新回到了默染的手中 他带着土蜘蛛猪母 缓缓地离开了主战场 朝着密林区冲了过去 那里可以随时隐藏自己 对默染会更有力 你能坚持十分钟吗 隔着双眼空洞无神地看着张辰 缓缓地说道 呃 张辰感觉有些尴尬 因为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并不是这句 这是倒数第二句 而且更离谱的是 这句话 张辰已经说完好半天了 结果眼前的歌者 才开始学舌 这是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的歌者 反应也太迟钝了吧 很快 异形提示 缓缓出现在了歌者的身边 名称 稀有 歌者 带有稀有字样的怪物 代表世界范围存在数量少于5 类型 变异七型感染者 随着收割的能量 经合越多 自身等级越高 技能 颤魂之歌 歌声中包含精神控制能量 任何听到歌声的人 体内能量核心中 都会存有精神能量 并产生幻想 能量被抵消 吞噬的除外 死亡收割 歌者可以将释放出去的精神能量收回 若此时目标已经死亡 则抽取掉目标体内所有的能量金合 一同回归到歌者本体之中 终极聚合 歌者可以将吸收到的金合进行聚合 三千枚 能量金合 凝结成一枚 聚能金合 三千枚 聚能金合 凝结成一枚超巨金合 以此类推 自动合成的金合等级 和歌者当前的变异等级相当 当前合成的金合等级为超巨金合 能量转化 可以将生物能量转化为实体进行攻击 同时可以消耗生物能量 以极大的提升自身的战斗力 一魂 歌者死亡后 会在拥有精神能量的生命体上复活 并继承该生命体的变异等级 终生可以发动三次 当前发动次数 一次 看来这个歌者就是之前张晨遇到过的那个歌者 因为杀过一次 所以他的遗魂次数显示是一次 与此同时 张晨也终于回忆起来眼前这个感染者的真实身份了 就是歌者出现的那天晚上 张晨在路上遇到的司机 这个家伙竟然成为了歌者新的身体 So 歌者在原地待立了几秒钟 忽然毫无征兆地猛然朝着张晨冲了过来 碰 歌者的拳头被张晨的手掌挡了下来 双方拳掌相交 两股巨大的力量撞击 引发了一阵气浪向四周扩散而去 这个家伙 这么长时间没见 力气依旧是这么大 张晨喃喃自语道 大家速战速决 我要活捉落天鱼 歌者现在才说出刚刚张晨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来 给人感觉怪怪的 So So 碰 碰碰 动 歌者话音刚落 立刻再次向张晨展开了潮水般的攻势 拳脚快速而密集地砸了过来 很明显 他会功夫 这些攻击全都很有讲究 完全不是以前和其他幸存者战斗那种纯凭蛮力的感觉 几乎每一招都在为下一招做掩护 或者提供破绽进行攻击 张晨凝神静气 虽然自己没有功夫 但是凭借着过人的反应能力 依旧将这些攻击全盘接了下来 呼 似乎歌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张晨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歌者升了一级 自己也从蜕变者进化到了进化者 而且 双神级天赋 让张晨属性再次得到了飞跃般的提升 如果是一般的初级进化者 拼属性 肯定得被歌者顽虐 呃 歌者又模仿了一句 然后忽然 他转头看向了二胖这边 此时 狼群已经只剩下五六只 还在拼命战斗 二胖神色淡然地蹲坐在原地 看着自己召唤的小弟 一个个消失 似乎内心毫无波澜 糟糕 张晨心中一动 这个歌者善于模仿技能 尤其是分身这种 可以变换出实体的能力 果然 歌者再次转过头来的时候 身后猛然多出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歌者 嗯 这个能量流动 M 张晨忽然一喜 因为在歌者创建分身的时候 他体内的能量流动 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而这些细微的变化之中 竟然有着和创建异能 类似的生物能量构建方式 而且实体化这种能力 似乎比创造出无形的异能 更简单一些 没等张晨想明白 十几名歌者 猛然栖身而上 数不清的拳脚 像语点一般砸了下来 466章 张晨 自学成才 张晨极力向后退避 同时在观察这些分身的能量结构 二胖毕竟是动物 和人类的构造有所区别 没有直接观察感染体的分身来得直接 而且 歌者是模仿技能 也就是说 他本身拥有一套演算法 可以将其他人的能量实体化技能 计算并复制出来 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如果张晨掌握了这个能力 那么对陨石核心的能量运用 必定会更进一步 随着张晨对陨石能量的了解 越发地发现 他里面拥有着无穷的奥秘 他有种预感 如果研究透了陨石能量 别说终结末世 甚至连生命的起源都能弄清楚 不过 眼前在十几个歌者的围攻下 张晨根本来不及思考 该你们了 张晨一个顺闪 脱离了歌者分身的包围 随后戴着戒指的左手猛然一挥 三十多个亮银色的金属物体 瞬间狂飙而出 是傀儡战士 之前 张晨在界面城市 通往第二座高墙城市的地下隧道里 遭遇的这些家伙 超级一合金 打不死 锤烂了还能复原 简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在无奈之下 当时张晨指得将他们 全都存进了进步派武器库中 没想到 现在竟然能派上用场了 歌者本体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一群傀儡战士 贴脸围了上去 一口气 同时面对三十多只傀儡战士 而且还是近距离战斗 就算歌者的速度再快 一对三十 不挨打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一会儿 歌者身上的衣服 就被撕烂了一块 左肩也被划出了一个大口子 虽然伤害都不知名 却显得歌者十分的狼狈 这个家伙 这么长时间没见 力气依旧是这么大 十几个歌者 同时重复了几分钟之前张晨的话 就像是大合唱一样 十分的诡异 分身朝着本身赶了过来 想要驱逐这些傀儡战士 别看三十多个傀儡战士 站着一个歌者 打能略战上风 但是 面对这么多分身 他们的实力 也只够玩具一样 瞬间就会被打败 没关系 还有别的礼物呢 张晨微微一笑 再次将两队 一共十架强化版的武装机甲 给释放了出来 这是张晨在进入 第七座高强城市的时候 为了不发出声音 所以将护城的强化武装机甲 全都收了起来 今天算是青仓大甩卖了 检测到感染体和变异生物 调整战斗优先顺序 开启暴躁姿态 强化武装机甲 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 立刻开始朝着歌者的分身 进行无差别地毯式轰炸 一时间 场面乱作一团 此时 张晨才跳到了一边的树上 开启绝对视线 认真地研究起歌者分身的能量走向 和能量结构 看了好一会儿 张晨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 分身就是创建出一个相同的能量核心 然后再利用能量实体化的方式 创建出身体 所以说 这些分身的本质 就是能量构成 同时也说明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陨石能量 可以创造生命 张晨难难自语道 虽然目前以张晨研究的水平 只能从理论上理解 创造出听自己话的傀儡 还不具备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 但是 这对于陨石能量的运用 绝对是历史性的突破了 WWW 此时 地面上针对歌者展开的战斗 已经接近了尾声 石架强化武装机甲 全部报废 面对歌者这样强大的感染体 武装机甲的所有攻击 就是看着威力惊人 实际上 伤害极为有限 很快就被拆成了一堆零件 散落了满地 傀儡战士这边也不好过 虽然拳头对拳头 傀儡战士杀不死歌者 但是歌者也没法彻底将傀儡战士消灭掉 现在是十几名歌者抱垂傀儡战士的状态 虽然超级一合金 可以无限恢复状态 但是傀儡战士战斗 是需要能量驱动的 张晨看得出 他们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弱 一旦消耗一空 那么傀儡战士 就会变成一堆可以复原的废体而已 抓紧时间 继续研究 张晨一边盯着歌者的行动 同时开始暗暗模仿 构建能量核心 能量核心这个东西 远远比制造异能要复杂得多 好一会儿 终于 一个合格的能量核心创造完毕 随后 一个和张晨样貌一模一样的男人 缓缓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张晨只拥有创造分身的能力 还不具备赋予意识的能力 所以 分身就是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工具 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去试试 你到底有多强 张晨缓缓地说道 So 分身瞬间开启了灵魂燃烧 然后猛然冲进歌者的一个分身旁边 全力地挥出了一拳 碰 歌者分身瞬间被撞飞出几十米远 最终整个身体 镶进了一棵大树的树干里 看来我还挺猛的吗 张晨点了点头 一脸地赞许 Oh 歌者在看到张晨分身的灵魂燃烧之后 一瞬间 所有的歌者身体表面 也都包裹着一层能量火焰 他们的速度瞬间暴涨 十几个人对着张晨的分身 就是一顿输出 原来如此 张晨看着歌者表面包裹着的能量 瞬间恍然了 自己是看不到自己体内的能量走向的 就算是对着镜子 也看不到 因为镜子只能反射光线 不能反射能量走向 现在看到分身开启灵魂燃烧 又观摩了歌者 模仿开启的灵魂燃烧 张晨对灵魂燃烧这个技能 有了新的想法 其实就是将戒指内尚未消耗掉的能量金盒 瞬间燃烧掉 将能量冲入能量核心之中 这样做 虽然可以短期内大幅提升战斗力 但是这种过度消耗 会让能量金盒损耗殆尽 虽然张晨现在已经晋升到进化者了 但是灵魂燃烧消耗的 依旧是能量金盒 只不过消耗的幅度大幅提升了而已 岂然这样的话 张晨从戒指中取出了十枚 超巨金盒 如果我把它燃烧了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一秒钟之后 一个冲天的光亮 瞬间点亮了整片森林 将一切都染成了金色 神 灵魂燃烧 一荡 467张 神的力量 仅仅是一荡的状态 张晨整个人 竟然就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浑身包裹着纯净的金色能量 能量火焰的外围 释放着灼热的高温 将周围的植物瞬间点燃 狂风围绕在张晨的身边 呼呼大作 一块被卷起来的碎石 一不小心砸在了树干上 立刻砸出了一个坑 连周围的树皮都崩掉了 威力不亚于 大口径枪支发射的子弹 这股力量 张晨缓缓睁开双眼 瞳孔也闪烁着金色的光辉 眼前一切的能量脉络 都更加的清晰了 它不仅能清楚地分辨 隔着和它的分身 甚至能觉察到细微的能量波动 任何生命体和感染体 在行动之前 必定需要生物能量的配合 才能移动 攻击 发出技能 而这些细微的生物能量波动 清晰地展现在张晨的面前 就像生怕张晨看不清一样 播放着慢动作 真爽 张晨微微一笑 此时张晨原本的分身 已经被十几名战斗力暴涨的鸽者 给消灭掉了 现在张晨本体 是他们攻击的唯一的目标 刷 嗖嗖嗖嗖 最先冲上来 三名鸽者分身 在提升数倍属性的情况下 分别从三个角度 朝张晨发起了攻势 然而 张晨双手连动都没动 只是随便地扭转了一下身体 就轻巧地将所有攻击躲了开去 随后 又有三名鸽者的分身冲了上来 六对一 但是 不管他们怎么攻击 拳头和脚 距离张晨总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呼 似乎鸽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鸽者及其分身 再次统一地重复了一句张晨的话 不得不说 这些家伙的记性是真的好 竟然还能记住 张晨十几分钟前说过的话 鸽者右手一挥 一柄黑色的长刀出现在了手上 浑身覆盖着坚固的甲皱 左手拿着一柄短刀 这一套装备 不知道又是模仿谁的 但是看起来 对方应该也是个强者 可惜被鸽者干掉了 不跟你们玩了 试试我的新花样吧 张晨微微一笑 右手凭空虚握 一柄普普通通的糖刀出现在了手中 这柄糖刀和张晨刚入末世时打造的糖刀 在造型上完全是一比一复刻 是在张晨如此巅峰状态下 用能量幻化出来的武器 威力自然和普通的武器 无法同日而语 刷 张晨右手猛地挥砍出一刀 这一刀凌厉迅捷 如闪电般一闪而逝 在一瞬 三名鸽者分身的头颅 被轻松地一分为二 身体化为一团白色的雾气 消散不见了 回手又是一刀 明明这一刀的轨迹十分明显 任何有点战斗经验的人 都能预判到 这一刀的攻击角度和位置 并且提前做出躲避 但是这一刀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根本来不及做出躲避动作 另外 三个鸽者的分身 也化作一团雾气 消散不见 紧接着 张晨整个人瞬间原地消失 没有人能捕捉到张晨的身影 但是却能看到 鸽者的分身 在一个个的快速地气化 消失 在开启了 神灵魂燃烧的状态下 张晨面对变异 七级感染者鸽者的分身 竟然如杀鸡土狗一般轻松 当的一声响 张晨的唐刀 和鸽者本体的双刀 交锋在了一起 巨大的冲击力 吹得周围的巨树左摇右摆 硕大的叶片互相摩擦 发出巨大的沙沙的响声 鸽者的双刀阴声断裂 铠甲也被唐刀的冲击波 震得四分五裂 只一击 鸽者所有巨像画出来的装备 全都碎裂 它也被直接震飞出三四十米远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面上 鸽者缓缓站起身 还没等观察周围的环境 忽然 一个金色的亮点 出现在视野里 紧接着 金色充满了全部视线 当成手起刀落 鸽者的头颅被一分为二 身体化为一团雾气 缓缓消散不见了 自动采集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超巨金盒 星号1200加1200 30%触发光明祝福 聚能金盒 星号2999 能量金盒 星号2441 储物戒指碎片 星号15 燃血的结婚戒指 星号1 鸽者是上次击杀过的 已经获得过一团未拆解的能量核心 所以 这一次没有爆出 随着鸽者的缓缓消散 一缕极其微弱的能量 缓缓朝着洛天宇的方向 飘了过去 张晨熄灭了 神 灵魂燃烧 步履轻松地 朝着洛天宇走了过去 没有了鸽者 对付这个家伙 估计一根手指头就够了 洛天宇此时也看到了张晨 满脸杀气腾腾地走了过来 浑身笼罩着死亡的气息 你 你不要过来 别忘了 你的团队 可不止你一个人 我的机械爆雄 是感染体的克星 你的丧尸朋友 肯定顶不住他的攻势的 我并没有让他下死手 所以你的朋友 现在应该还活着 如果你在踏上前一步 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丧尸朋友了 洛天宇紧张地说道 原住民虽然桀骜 但终究是人 是人就总会怕死的 这一点 洛天宇也不能免俗 丧尸朋友 你是在说我吗 徐薇娜坐在洛天宇 不远处的树枝上 双腿缓缓摆动着 那一双大白腿从旗袍中时影时现 格外地惹眼 张晨一个顺闪 出现在徐瑞娜的身边 将她从树上抱了下来 站在了地面上 她皱着眉头 小声埋怨道 有外人呢 注意点形象 别走光了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 徐瑞娜无所谓地笑了笑 说道 她看了也无所谓 一会把她的眼睛弯出来就好了 洛天宇听到这番话 吓得赶忙扭过头去 连正眼都不敢看徐瑞娜了 你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机械暴熊 她对病毒是完全免疫的 洛天宇不解地问道 那得感谢土蜘蛛了 虽然我的能力 还不足以感染猪母 但是感染千百个小型土蜘蛛 还是不成问题的 机械暴熊 虽然力量速度都很强 但是当这些丧尸蜘蛛 钻进她体内的时候 她就是一摊废旧的机器而已 徐瑞娜把玩着机械暴熊的机械眼珠 笑盈盈地说道 468章 弃子 徐瑞娜的话音刚落 就见到密密麻麻一群体长一米多的小型土蜘蛛 缓缓地从巨树的背面爬了过来 黑压压的一片 将整个树干全都给覆盖上了 本来蜘蛛的腿就多 再加上这骇人的数量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正常土蜘蛛的眼睛 全都长在头颅上 密密麻麻的 呈黑色或者红色 而这些丧尸土蜘蛛的眼睛 呈浑浊的白色 口中不停地发出一阵阵 毫无意义的怪叫声 见一下我的宠物们吧 徐瑞娜笑着说道 不可能 丧尸病毒根本没有能力感染高级的变异生物 它们只对人类有效 你怎么可能感染土蜘蛛 这 洛天宇惊慌失措的师生教导 说起来也是凑巧 感染体根本不是变异生物的对手 所以我才萌生出感染变异生物的想法 你知道的 我也是毒压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而且 我现在本身就是和病毒融为一体的存在 没有人比我更懂病毒 所以将丧尸病毒稍微升级一下 强化一下它们的生物能量 这不是我们研究员最擅长的事吗 你该不会以为我变成了这个模样 脑子也跟着傻掉了吧 徐瑞娜冷嘲热讽地说道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我们做过实验的 丧尸病毒根本无法进化 就算是天才研究员都做不到的事 你怎么可能做到 除非 除非 落天雨连说了两个除非 但是后面的话 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不过它之前的桀骜不驯 全都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无穷尽的恐惧 它万万没有想到 才几天不见 张晨和徐瑞娜的成长 竟然如此神速 本来它出场时 是做了完全的准备的 觉得这一战绝对是必胜 要不然 它也犯不上以身犯险 当初变异 六行歌者与张晨战斗的时候 它就在一边偷偷观望的 因为不知道张晨的实力如何 不敢轻易露面 最终发现 张晨加上小白 都不是歌者的对手 还得格罗莫斯出场 才扭转了局面 这让落天雨心中 一下子有了底 只要控住了格罗莫斯 克制了徐瑞娜 再牵制住小白 那么变异 七级的歌者 绝对可以完爆张晨 落天雨甚至连战胜张晨后 自己发表的胜利感言 都准备好了 但是没想到 这番话 自己恐怕是没机会说了 除非什么 徐瑞娜问道 没什么 我是人类的代表 只要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莫斯和你们穿越的信息 你们就不能杀我 落天雨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 瞬间再次直冷了起来 哼 你是人类 那我们是什么 张晨冷冷地问道 你们 你们是 落天雨刚想脱口出 那个他们常用的词汇 立刻又把嘴闭上了 告诉我们想要的信息 我们可以考虑不杀你 徐瑞娜笑着说道 树上的丧尸土之珠 快速地爬了下来 将落天雨包围了起来 防止他逃走 你们想审讯我 落天雨问道 也许不需要审讯 等默然战斗结束 他有的是方法 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弄出来 张晨笑着说道 那个只 蜘蛛 别让他碰我 他就是个怪物 你问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不过在那之前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落天雨歇斯底里地大喊了一会 然后忽然平静地问道 什么问题 张晨皱着眉头看着落天雨 感觉这个家伙 好像精神上有毛病 情绪变化太快 同时 绝对视线也注意到 从他右手的箱子里 正有一股能量 源源不断地朝着左手转移了过去 这个家伙跟自己说话 就是在转移视线 实际上 很可能是在憋什么大招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来天路山 这上面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们冒险进来 落天雨问道 这个问题很有趣 应该是你告诉我 天路山上到底有什么吧 不然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天路山 还选择在这里对我发起攻击 你想要掩饰什么 张晨没有直接回答落天雨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算了 你不说也没关系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刚当的恐惧 害怕 全都是装出来的 逗你们玩的 哈哈 你觉得 我们人类能在末世里生存这么久 会这么容易 就被你们制服吗 落天雨大笑着说道 张晨面无表情地看着落天雨 他知道之前落天雨害怕是真的害怕 并不是装出来的 现在之所以又恢复了张狂的模样 是因为他左手的东西 充能完毕了 要出杀手锏了 张晨默计了这么半天没有动手 就是等着这个时刻呢 他想要看看 原住民到底还有什么黑科技 如果只是为了情报的话 张晨完全可以立刻砍掉落天雨的左手 或者直接将箱子抢过来 但是这样 就无法探知原住民科技的底细了 默然的寄生可以读取记忆 但是无法描述 这些科技的实力到底有强 恐怕就算是原住民自己 也不清楚 这些科技对阵张晨这样的强者 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有些东西 只有经过实践 才能清楚 就像鸽者和机械豹熊一样 哈哈 你们是无法阻止我的 落天雨大笑了两声 左手再次轻微动了一下 M 去死吧 一声得意到极致的狂吼之后 然而 什么都没有发生 落天雨的表情一致 再次疯狂地动了动左手 还是没有反应 张晨和徐瑞娜 全都一脸奇怪地看着落天雨 本来张晨都准备开启 神圣庇护 甚至光明之神的尖盾 结果 就这 落天雨一瞬间 冷汗就流了下来 他赖以为傲的科技 竟然忽然就不好用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不可能出问题的啊 落天雨也顾不上隐藏左手里的仪器了 直接拿到眼前操作了起来 忽然 落天雨脖子皮肤下 忽然亮起了一个小红点 你的脖子 徐瑞娜一脸惊讶地看着落天雨 后者听到这句话 赶忙去摸红点 紧张地问道 他亮了吗 怎么可能 不应该 碰 落天雨的话还没说完 整个头颅瞬间被炸飞了 右手的工具箱里 也立刻冒出一团能量火焰 瞬间将落天雨的身上 烧成了灰烬 469章 徐瑞娜的新宠物 这是什么情况 张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吓了一跳 怎么会有人在自己的脖子上 安装炸弹 而且工具箱竟然自燃了 还将使用者烧成了灰烬 原住民就算再疯狂 也不至于提前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吧 虽然我没有看过相关的文献 但是之前毒压实验室 确实提过一个理念 当时丧尸病毒在全世界范围爆发 大家都被这丧尸的凶残震惊到了 被活生生的一口口吃掉 这是多么残忍的刑罚 所以 有人提出 在牙齿里放置情话物胶囊 关键时刻可以咬碎 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 免于痛苦 只不过这个方案没等讨论 各地的实验室就纷纷沦陷 大家被迫 进入到各自为战的地步 这个事儿 就再也没人提过了 看来现在的进步派 不仅把这件事提上了一程 还进行了改良 如果这颗炸弹 可以被控制的话 那么炸掉一个失败的原住民 防止它泄密 简直再简单不过了 不仅如此 还能远程取消它使用科技的许可权 让原住民瞬间变成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人 这个能力 实在是太可怕了 徐维纳看着一瞬间 就被烧得焦糊一片的落天雨 神色惊骇地说道 原住民用戒指控制轮回者 用炸弹和科技控制自己人 他们不会是疯了吧 张臣惊讶地说道 毕竟是末世 在这种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下那么久 谁也不知道 原住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至少 已经不像是我印象中 人类应该有的样子了 徐维纳略带惋惜地说道 这是目前还没法下定论 也许原住民中也有好人和坏人 落天雨只不过是坏人这一派 派来试探的棋子 既然落天雨的谋划失败 原住民为了防止自己的科技外泄 提前杀人灭口也是正常的 很有可能很多好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就此判断 原住民都是坏人 张臣笑着说道 嗯 希望如此吧 徐维纳感激地看了张臣一眼 他当然知道张臣是怕自己伤心 所以故意说这番话来安慰自己的 经过漠视这么久 估计原住民的人数已经急剧下降了 在人数稀少的情况下 难道还会分裂成两排 进行内耗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住民只有空前的一致 才能艰难地末世中生存下来的同时启动轮回者这么艰巨的任务 而且 他们还在悄悄地观察着这个世界上强者的情况 张臣就是他们重点的观察对象之一 不知道经过今天这个事件 原住民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 总之 他们隐藏科技的实力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爸爸 你看这个能吃吗 小白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小手抓着蛇尾巴 身后 拖着几十米长的五头蛇 按说想要杀掉五头蛇 必须得同时砍掉他的五个脑袋才行 但是让张臣大感意外的是 五头蛇的五个脑袋竟然完好无虚 而且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痕 但是他确实是死了 眼睛紧闭 灵片也失去了生命的光泽 这 他是怎么死的 张臣好奇地凝视了一下五头蛇的尸体 很快 异形提示浮现在了他的身边 能量枯竭的五头蛇尸体 采集将不会获得任何金盒 五头蛇的蛇肉已被剧毒感染 无法实用 当前无可用资源采集 能量枯竭的五头蛇尸体 好家伙 张臣只呼好家伙 这段时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体内的能量竟然消耗一空 张臣看了看被汗水湿透衣服的小白 瞬间就明白了 小白虽然拥有冰刃的能力 但是 这是一个远程攻击 而且还没有强大到 可以直接砍断变异六型生物五个头的实力 所以 小白这个家伙也是实在 就吭哧吭哧 无限次数地去攻击五头蛇的头 每次蛇头被损坏 再复原 都会消耗一定的能量 小白就是凭着这份消耗 硬生生将五头蛇给磨死了 当然 也可以说成是累死了 谁知道 小白这个家伙 到底捶烂了多少次蛇头 天知道 五头蛇在死之前 经历了多么惨绝人寰的战斗 死的时候 有多么的绝望 五头蛇的蛇肉 都含有剧毒 不能吃了 等下回遇到其他好吃的再吃吧 而且 他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采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张晨笑着说道 M 哦 这样 小白一脸的失望 随即 他愤愤地说道 既然他都不能吃 还不能采集 那就把他扔掉好了 就在小白抓着蛇尾巴 准备发力的时候 徐瑞娜伸出爪子 轻轻放在了蛇尾上 柔声说道 虽然他不能采集 但是对我来说 还是有用的 可以送我吗 小白一看是徐瑞娜要 立刻得意了起来 说道 好朋友要 那当然可以给你了 这可是我打败的哟 厉害吧 徐瑞娜笑着点了点头 夸赞道 厉害 真厉害 而且这个尸体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谢谢你小白 听到徐瑞娜的赞美 小白 简直比什么都高兴 真是孩子心性 听到点表扬 就忘乎所以了 就见徐瑞娜把爪子捶向地面 不一会儿 一股含着高浓度恶化病毒的液体 就缓缓沿着爪子流到了爪尖 他将爪子猛然用力在五头蛇的尸体上滑了一下 高浓度恶化病毒的毒液 在自身生物能量的催动下 迅速开始在五头蛇的皮下组织 开始缓缓地蔓延 整整两分钟之后 毒液才蔓延到了五头蛇的全身 不一会儿 五头蛇扭动着搭拉的脑袋 缓缓地重新站了起来 五个蛇头的眼睛充斥着浑浊的白色 感染成功了 张晨惊讶地发现 原本熄灭的五头蛇的能量核心 在被感染的一瞬间 立刻被激活了 这是无数恶化病毒的能量 重新聚集在一起的结果 病毒复活了尸体 虽然只有屈窍 一瞬间 张晨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470章 左男的任务 张晨看着重新复活的五头蛇呆呆地出神 感觉丧尸病毒复活尸体的过程 有点类似张晨创造分身的过程 都是同样凝聚出一个新的能量核心出来 唯一不同的是 丧尸病毒不能把能量具现化 所以 他们必须依靠现成的尸体 通过凝聚能量核心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个体 而活人的话 因为本身体内就有能量核心 所以 丧尸病毒必须杀死宿主 才能让丧尸病毒的能量核心占据主导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 那就意味着 半感染者的身上 很可能是有两个能量核心 一个是个人的能量核心 一个是病毒的能量核心 这样才能保证 肉身正常行动的情况下 还保留人类的意识 想到这里 张晨开启了绝对视线 好奇地看了一眼徐瑞娜 徐瑞娜的能量核心 在心脏的下方 但是隐约地 在表面的这颗能量核心的后面 似乎还有一颗能量核心 只不过丧尸病毒的能量核心光芒太盛 将后面的能量核心给掩盖住了 张晨低下头 向前凑了凑 为了离能量核心更近一点 这样的话 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忽然 呼吸一致 脸好像被什么东西呼住了 呼吸有些困难 但是后面的隐藏能量核心 就再差一点 就能看到全貌了 这很有可能 关乎着徐瑞娜如何变回人类 如何将一双爪子变成人手 爸爸 你在干什么 小白好奇地问道 嗯 张晨收起了绝对视线 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 自己确实贴得有点过于接近了 都已经是负距离接触了 够了吗 徐瑞娜似笑非笑地低头看着张晨 啊 我在研究正经事 张晨坦然答道 不过这番话 似乎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雪莉此时面色尴尬地站在一旁 骆天鱼死了之后 对戒指的控制力也消失了 雪莉本来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结果就看到了 这么让人脸红的一幕 哦 原来是正经事 不过建议以后晚上研究 白天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不要浪费时间 徐瑞娜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衣服 旗袍的扣子有些松了 向前凑了凑 让张晨重新给记好 什么正经事啊 小白也想试试 小白说完 小脑袋直接就顶了上去 没一会儿 就听到他一脸享受地说道 爸爸真会享受 真的很舒服呀 雪莉姐姐 你要不要也来试一试 雪莉一脸尴尬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 我救不了吧 忽然 小白眼睛一亮 他看了看雪莉的身材 然后一下子扑了过去 将头深深地埋在了雪莉的身前 蹭啊蹭地说道 哇塞 雪莉姐姐的也好舒服啊 还很软 感觉不一样哎 爸爸 你要不要试试 张晨尴尬地咳嗽了两下 然后转移话题问道 二胖和莫染呢 他们的战斗怎么样了 我知道 左男赶忙从旁达到 要说最尴尬的 还是左男 这里的女人自己别说碰了 想都不能想 因为 连想都可能 是会要命的事 现在必须得凸显自己的价值 才能让自己更长久地活下去 莫染和大蜘蛛 往大山的方向去了 双方好像势均力敌 甚至莫染更占上风 我们不用担心 至于二胖嘛 我看到他召唤的狼都战死之后 他又召唤了一批 跟利尺虎冲进了密林里 大概是北面的方向 不过他们打起来 也不分东西南北 现在在哪个位置就不清楚了 左男在被束缚的时候 目光一直盯着莫染 小白和二胖 在这个人均妖孽的团队里 充当个侦察兵 探路的这种 就是左男唯一能做的事了 小白和雪莉 你们两个去支援二胖 瑞娜 你跟我去找莫染 张晨冷静地吩咐道 好的爸爸 是的 主人 好 那个 左男犹豫了一下 然后弱弱地问道 老大 我呢 张晨看了看左男 又看了看身后的 两辆巨甲运兵车 说道 你负责看车 别让人把车偷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左男立刻打了个例证 很快 众人按照之前既定的方向 分开了 左男在原地坐了一会儿 感觉有些无聊 这两辆巨甲运兵车里 装了将近一百名清洁工 这些家伙本身实力就不弱 还用人看着 更何况 这深山老林的 便一生物一抓一大把 但是要说人 那简直比珍稀动物还珍稀 唉 做一个看车的 总比什么用都没有强 左男自嘲地笑了笑 本来他这次轮回 还准备扬名立万 结果碰到了张晨这个杀神 而且第三阶段 还提前到来了 越来越多的强者苏醒 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变强 实在是太难了 还是抱紧张晨的大腿 万一人家一高兴 随便赏自己点金盒 就够升级了 左男纵身一跃 跳到了树枝上 向四周看去 原本静谧的森林 现在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下面战斗 留下了一片枯枝败叶 漠染和土蜘蛛猪母战斗 更是一路狼藉 到处都是折断的巨数 后面还有一条龙卷风袭来的路径 说起龙卷风 左男忽然发现 张晨之前释放的那道龙卷风 不但没有消散 而且越来越猛烈了 卷着数不清的植物 和倒霉的动物 缓缓地朝着车队的方向 移动了过来 这 这打出去的龙卷风 还能自己回来 这 这太离谱了吧 左男一脸绝望地看着龙卷风 忽然脑中回想起 在平行世界 防疫中心 一名研究员说过的话 一般来说 异能攻击 不是无差别打击 是可以分辨敌我的 当时他被张晨以诱饵的形式 被戴上手铐 准备去被人研究 偶尔听到的这番话 如果这番话是对的话 那么张晨释放的异能 应该不会对自己 和巨甲运兵车 造成伤害吧 左男心中默默地祈祷着 万一这个理论失败 他就得流亡漠视了 把张晨的清洁工弄丢了 那还能有好 471章 空城界 左男紧张地盯着 从远处咆哮二来的龙卷风 他所过之处 天地变色 摧毁一切 任何巨大的植物和变异生物 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 随着龙卷风的接近 周围的气流 也开始变得狂躁了起来 空气中的生物能量 也变得越发地不稳定 左男赶忙从树枝上跳了下来 这种情况下 站在半空中 是最危险的事 还是脚踩地面 能给他踏实的感觉 龙卷风越来越越近 左男身上的衣服 也被刮得贴在了身上 情况越来越危机 左男脸色惨白 现在他别无选择 只能赌了 万一平行世界的科研人员 说的是对的 那自己就是大赚 如果错了 反正得罪了张晨也是死 结果并没有什么差别 左男孤身挡在巨甲运兵车前方 在巨大的龙卷风面前 显得身影极其的渺小 估计 黑尾艳军团 严刚的实力最强 最先从幻境中走了出来 不过周围的场面 让他后悔自己第一个醒来了 无法描述的场面 省略五千字 周围还有几人直接暴体而亡了 场面说不出是混乱 恶心 还是恐怖 严刚将自己的生物能量 缓缓注入到其他几名 实力较强的队员体内 醒来的强者 再如法炮制地去唤醒其他人 就这样 整个黑尾艳第三军团 这才从幻境中恢复了过来 即便如此 众人也因为体力消耗过大 脸色苍白 有的人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 副军团长 我们还要继续向前吗 这片森林远比我们想象的恐怖 我现在终于理解 躲在高墙之内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了 副官勉励支撑着 有些透支的身体 从旁问道 前进 必须前进 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人 死伤的代价 而且 这密林也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了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如果就这样退回去的话 对那些死去的兄弟 才是最不负责任的 严刚果决地说道 但是现在整个军团刚刚从幻术里走出来 身体虚弱 如果遇到一些可怕的怪物 只怕我们连战斗的力气都没有了 要不要先休息一会 副官又问道 不能休息 我们全速前进 都追不上在前面一边厮杀 一边前进的张成的队伍 如果我们再调整一下的话 张成刚刚清理过的路线上 很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密林中的怪物了 现在 趁着前面没有危险 我们一边行进 一边休息 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终结末世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不怕死 严刚双眼直直地盯着副官的双眼 盯得后者不由地羞愧地低下了头 没错 副军团长说得对 我们的目标是终结末世 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困难 就裹足不前了 副官羞愧地点了点头 队伍再次开吧 队伍一边走 一边吃随身携带的虫肉 补充体力和能量 他们经历了整整一个轮回 很多食物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再加上苏醒的时候 是在末世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城市里 压根就没有物资 可以说 除了末世第一阶段 能弄到大量的物资之外 以后这些人类制造的美食 就是吃一点少一点 剩下的漫长阶段 为了活命 能吃什么 就吃什么 也没什么好挑的 本来很臭的虫肉 在经过处理之后 虽然没有那么难以下咽了 但是又硬又干 还没有味道 如同嚼辣一般 即便如此 这已经是末世里不错的美食了 很多人甚至连处理过的虫肉 都吃不上 只能生吃尿素超标的 臭气熏天的虫肉 还有那些含有轻微毒素的植物 队伍沿着之前龙卷风走过的痕迹 一路跟着张晨走过的路径 走了上去 半个小时后 两个巨大的巨甲运兵车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此时 忽然刮起了狂风 吹得草丛和灌木 东倒西歪的 副军团长 我们好像追上了 这里只有一个人守卫 手上戴着暗红色戒指 应该是和我们一期的轮回者 张晨等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们要不要抓个活口审讯一下 这样也能知道张晨的下一步动作 副军一脸惊喜地说道 看来张晨他们 应该是 遭遇了密林里强大怪物的伏击了 不然的话 他们是不会被我们追上的 虽然前面只有一个人 但是 张晨的团队成员 实力都很强 我们不要贸然出手 还是静观其变吧 最好不要和张晨的团队发生冲突 只不过奇怪的是 密林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 严刚躲在一块岩石的后面 一边整理着被吹乱的发型 一边奇怪地说道 是 是龙卷风 副冠探头再次看了一眼 吓得大声叫道 龙卷风 之前的那个龙卷风 严刚满脸惶恐地 把脸从岩石后面探了出来 果然见到一团冲天起的巨大龙卷风 正在缓缓地靠近 之前是角度的问题 严刚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巨甲运兵车上 完全没有注意天空的情况 狂风吹得众人的衣服 喇喇作响 体力尚未恢复的 实力稍弱的队员 必须得抱着旁边巨大的植物 才能防止自己被风吹走 这 这龙卷风的威力太强了 比之前见到的时候还要可怕 副官扯着嗓子说道 严刚点了点头 从岩石后面探出来 继续偷偷观望着远处那名守卫 只见龙卷风越来越近 而那名守卫 却表现得十分的淡定 迎着威力恐怖的龙卷风 没有后退半步 是个汉子 严刚心中暗暗赞道 紧接着 让他感到恐惧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个男人伸出双手 摆出抗拒龙卷风的姿态 紧接着 龙卷风竟然真的就离开了 缓缓地越来越远 周围的风力也渐渐减轻了 这个男人竟然能凭一己之力凭退龙卷风 幸亏刚刚自己没有贸然出手 张臣团队里的人 随便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严刚心中暗暗庆幸 而此时的左男脸色惨白 双腿不停地发抖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整个人还从刚刚的恐惧中没有恢复出来 两久 他才低头看了一眼 该换裤子了 472章 土蜘蛛猪母的陷阱 我们该怎么办 副官脸色煞白地问道 很明显 眼前这场景 也对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一个人轻轻松松 就推开了如此恐怖的龙卷风 这样的实力 绝对可以跻身这一届轮回者中的十大强者之列了 按兵不动 千万不能和张臣的人发生一丁点的摩擦 我们的目的是终结末世 张臣一定可以找到和此相关的信息 希望张臣和我们的想法一样 都是要终结末世 而不是 想要成为末世里为所欲为的暴君 严刚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面带忧色地说道 曾几何时 以前也有个强者说要终结末世 然而最终 他却走向了自己期望的另一面 成为了末世里的暴君 以奴役其他幸存者为乐 哎 实力这个东西 就是双刃剑 用好了就是救世主 但是如果个人被欲望所吞噬 那么实力 就会成为毁灭性的武器 末世里没有法律 没有秩序 一切都是 看人自己的品性 想保持初心 太难了 副官轻轻摇了摇头 说道 能经历一轮末世的人 都见惯了事态炎凉 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人性了 能加入黑尾燕军团的 就算是末世中 再努力保持初心的人了 我们先跟着张晨 等军团长苏醒了 我们让军团长 请求总军团部的人 来跟张晨交涉吧 以我们的实力 似乎不够资格和张晨对等交流的 严刚撇了撇嘴说道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在第七座高墙城市外面 和王子豪合作 用激将法刺激张晨 实际上 自己算是被王子豪摆了一刀 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行走一样啊 万一激将法用不劲 人家大佬一生气 恐怕当场整个第三军团就没了 想想真是后怕 轰隆隆 轰隆隆 一阵阵沉闷的响声响起 整个大队也跟着震战了起来 本来是微微感觉到地面的颤动 但是随着响声越来越大 震感也越发地强烈了起来 水洼里的水就像是烧开了一样 在剧烈地跳动着 蹦见得到处都是 成群成片的怪鸟 从山脚下飞了出来 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 就算是刚刚的龙卷风 也没有造成如此恐怖的效果 又发生了什么事 严刚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从碰到张晨之后 恐怖的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 根本就没有消停过 轰隆隆 轰隆隆 忽然 一个巨大的柱子 从天而降 砸在队伍中间 幸亏队员们身体素质过硬 快速地躲开了 否则就这一下 就得死伤几十人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严刚看着眼前的柱子 目光呆滞 这柱子上 上面长满了粗细不一的道刺 上面还有很多钢毛 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十分害人 沿着柱子向上看去 只见一座大山 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龙卷风在他的面前 就像是一股小旋风一样 完全不值一提 难 难道是 蜘蛛女王的座起 罗伊德 副官张大着嘴 满眼不可思议地说道 蜘蛛女王 是那个团灭了七大强者组织的鬼面猪女王 严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都是颤抖的 蜘蛛女王的实力 简直强大到变态 可以随意地控制强者 成为自己的傀儡 还能占据强者的身体 传说 座起是一座永远笼罩在浓雾中的城市 这都是流传出来的 谁也没亲眼见到 当时严刚觉得 就是以鹅传鹅 越传越离谱而已 要说有怪物消灭了强者组织 这不算什么新闻 漠视里强大的怪物数不胜数 完全不是人类所能抵抗的了的 但是一般来说 它们都隐藏在山栏深处 大海深处 云之顶端 除非有人招惹了它们 它们不会轻易露面的 毕竟幸存者这点肉 根本都不够人家撒牙缝的 但是一座城市那么大的座起 严刚是不太相信的 感觉就是 那个人喝多久了在吹牛 显得自己见识广播 如今见到了本体 严刚才知道 那个人真的不是吹牛 而是血尸 这么大的怪物 压根都不需要攻击 只要在自己的上空趴下来 整个军团就团灭了 巨物的压迫感 瞬间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 只见巨大的蜘蛛 在原地稍微停留了一下 然后转身朝着大山的方向 缓缓行进了过去 别看这个家伙体型巨大 但是身体协调能力极佳 每条腿都会精准地 踏入前面那条腿踩出的坑中 当大蜘蛛离开后 地面上凭空多出了一个七八米的深坑 不远处的左南 看着这样的生物 心中一阵侥幸 幸亏刚刚没换裤子 这下省了 另一边 张晨和徐瑞娜 正在朝着大山的方向移动 后面跟着丧尸五头蛇 地面上能明显地看到 土蜘蛛珠母和墨染战斗留下的一片狼藉 我觉得墨染的实力很强 至少灵活性上 要比土蜘蛛珠母要强很多 它不会有事的 你不用太过担心 徐瑞娜看张晨一路上沉默不语 眉头紧皱 赶忙从旁开导道 不 我觉得墨染中计了 张晨一脸忧虑地说道 嗯 怎么说 徐瑞娜诧意道 墨染虽然是鬼面猪女王 如果成长到成年状态 肯定能轻松打败土蜘蛛珠母 但是它现在还是少年阶段 实力距离巅峰 还有一段距离 而土蜘蛛珠母是变异 七型的生物 肯定不是白给的 要说墨染能勉强保证不被杀掉 这一点我信 但是如果说墨染占据了上风 而且土蜘蛛珠母节节败退 这一点我是万万不信的 张晨解释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土蜘蛛珠母假装不敌 实际上是在引诱墨染进入陷阱 徐瑞娜惊道 没错 很可能是他的巢穴 也可能是他为了狩猎 提前准备好的陷阱 总之 一定没有好事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张晨阴沉着脸说道 473章 危机 漠染被困 张晨的话音刚落 果然看到地面上逐渐地出现了一团团年在植物上的蛛丝 有些蛛丝上面还有身影在拼命地挣扎 但是蛛丝实在是太年了 身影挣扎了没多久 就放弃了抵抗 偶尔的 能看到有一两米长的土蜘蛛在林地里窜来窜去 在见到张晨和徐瑞娜之后 纷纷躲藏了起来 看来 你说的对 我们要进入到土蜘蛛珠母的巢穴领域之中了 这里面恐怕不仅仅有陷阱那么简单 它的巢穴里肯定还有其他的土蜘蛛 大概土蜘蛛珠母见漠然行动比较灵活 怕它逃走 才故意将它引过来的 到了自己的底盘上 那优势就更为明显了 徐瑞娜担忧地说道 没错 我们得加紧时间了 张晨说着 再次提升了速度 两个身影瞬间从林地里穿过 几秒之后 一阵进风袭来 将蛛丝吹得飘摇了起来 很快 张晨和徐瑞娜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门口 这个山洞的周围布满了灰白色的蛛丝 甚至连洞口前十几米 都被蛛丝铺成了一条道路 在蛛丝铺成的路面下面 还能看到几个半米左右的黑乎乎的土蜘蛛挂在上面 灰白色的蛛丝为构造蛛丝 主要起到固定巢穴框架 防止塌陷 制造路径等作用 几乎没有粘性 随着张晨将目光聚焦在蛛丝上 一行提示及时地显现了出来 张晨又将目光看向了山洞 这个山洞极大 即便是几十米长的五头蛇 在山洞面前也显得像个玩具一样渺小 一阵阵夹杂着腥臭味的阴风从洞口吹了出来 让人作呕 很快 又一行提示出现在了洞口的旁边 墨染和土蜘蛛猪母在洞穴中 同时 里面还有3526只小型土蜘蛛 25只土蜘蛛首位和4只雄性土蜘蛛 注意 雄性土蜘蛛是土蜘蛛群体中强悍的猎食者 实力仅次于土蜘蛛猪母 看来墨染果然在里面 而且 这里确实是土蜘蛛的老巢 张晨眯着眼睛说道 徐瑞娜站在洞穴口 向里面看了看 然后说道 这里面有两个岔路 我走左边 你走右边 如果我找到了墨染 就会高声尖叫 给你发信号的 徐瑞娜是半感染者 还保存着痛哭者的能力 那叫声极具穿透力 在城市里可以影响几个街区 在洞穴里虽然受到影响 但是以张晨感官的敏感性 必然也是可以捕捉到的 好 就这么定了 两人说完 分别冲向了不同的岔路口 此时 洞穴深处 漠染气喘吁吁地站在场地中央 正对面站着巨大的土蜘蛛猪母 两侧各站着两只雄性土蜘蛛 天花板上 地面下面的夹层里 深厚的洞穴壁上 密密麻麻的 全都爬满了土蜘蛛手卫 缺乏战斗经验的漠然 已经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对劣势境地了 这是他这次出生以来 遭遇的最艰难的战斗 对方的实力 战斗经验 族群数量 各方面都远远超过自己 一个蜘蛛种群的猪母 和其他蜘蛛种族的猪母 关系十分的特殊 有的猪母 可以通过吃掉其他种群的猪母 而获得实力上的提升 或者领悟新的能力 有的强大的猪母 可能会胁迫弱者的猪母 加入自己的族群 从而使自己的族群 拥有更多不同能力的成员 后者往往都是族群联合 主族群的猪母 随着融合种群的增加 渐渐成为蜘蛛女王 而其他族群的猪母 将会成为附属品 只负责生育和战斗 没有支配族群的权利 莫染作为鬼面猪女王 原本是拥有多个族群的 但是这次重生之后 她和那些族群的关系 顺带也解除了 所以 莫染当前只能算是猪母 和土蜘蛛猪母是一样的级别 如今 如果土蜘蛛猪母 奴役了莫染 再利用莫染 收编其他的蜘蛛种群 那么 她就会成为新一代的蜘蛛女王 这是所有猪母 共同的心愿 这也是为什么 土蜘蛛猪母 明明有能力杀死莫染 却没有那么做 偏偏要把她 引回到山洞里的原因 活着的难度系数 可比直接杀死的难度系数大多了 必须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行 咯滋滋 叽叽叽 土蜘蛛猪母口中发出一阵阵稀碎的声音 似乎在说话 周围的土蜘蛛 立刻跟着怪叫了起来 啊 我怎么可能被你们这群 连人话都不说的垃圾打扮 莫染不服输地 支撑着疲惫的身体 重新站了起来 手上的蛛丝 幻化成了一张盾牌 和一柄利刃 地面上 散落着数不清的蛛丝 做成的断剑和盾牌碎片 这已经不是莫染第一次战斗了 土蜘蛛猪母 没有想要出手的意思 随后从洞口杀进来了一只土蜘蛛守卫 虽然是守卫 但是足足有五层楼那么高 浑身上下都是厚实而坚硬的角质层 乍看之下 就像是一个巨型坦克一样 快速地朝着莫染冲了过来 M 土蜘蛛猪母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要耗尽莫染的力气 这样让她乖乖地完成奴役 去死吧 莫染冲上去 用蛛丝短剑 在土蜘蛛守卫的身上一顿乱砍 激起了一阵阵的火星 但是却在她身上连一个白印都没有留下 这个硬翘怪真是难缠 莫染一连串的攻击之后 用力地踹了土蜘蛛守卫一脚 顺势跳到了后面 土蜘蛛守卫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后退了几步 她没想到 莫染这么小的身体里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 让她在土蜘蛛猪母面前丢了脸 土蜘蛛守卫怪叫了一声 向后连退数步 然后猛然发力 整个身体瞬间弹了起来 像子弹一样朝着莫染飞了过来 土蜘蛛在距离莫染只有十几米的距离时 整个身体忽然整齐地碎裂成了几段 恶心的枝叶蹦见得到处都是 莫染轻蔑地笑了笑 伸手轻轻弹掉了挂在利刃猪丝上的碎肉 看着周围的土蜘蛛说道 不怕死的 就继续来吧 474章 罗伊德变异七行战立天花板 土蜘蛛猪母发出一阵阵尖锐的怪叫声 似乎彻底被激怒了 即便是她也没有察觉到 莫染是什么时候连上的这些丝线 在她看来 莫染已经陷入死地 应该毫无反抗的能力 束手就擒而已 不曾想她竟然假装躲闪攻击 实际上却是有目的地在释放猪丝 利用地形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完美的防御体系 现在莫染的身边几十米范围内 横七竖八地连满了利刃猪丝 这些锋利纤细的猪丝 在遇到高速或者巨大力量撞击之下 立刻就会变成锋利无比的利刃 切开一切坚韧的物体 就是栗子 最惨的是 完全是她自己杀死的自己 莫染根本不用费半点力气 击咕咕咕 个个个 土蜘蛛中午怪叫了一声 两边的雄性土蜘蛛 立刻开始喷射猪丝 它们的猪丝是粘性猪丝 用来束缚和捕猎用的 而且喷涂量极大 几乎是覆盖式喷涂 如同瀑布一样的粘液汹涌而出 在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 立刻变成了千丝万缕的粘性猪丝 如同遮天蔽日的丝绸一般 缓缓地飘落了下来 它们在飘落的过程中 一旦碰到任何物体 就会立刻牢牢地粘在上面 极强的蛛丝的韧性 保证其很难被拉断 如果有猎物被缠住 不管它多大的力气 也很难从猪网中逃脱 所以 蜘蛛有时候 往往可以凭借陷阱猎杀实力 和自己相当 甚至略高于自己的猎物 这些蛛丝缠在利刃蛛丝之上 继续缓缓地垂落了下来 漠染避无可避 不一会儿 身上就缠满了粘性蛛丝 咯咯咯咯咯 土蜘蛛猪母 再次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这次 从门口又挤进来了 两只体型巨大的土蜘蛛守卫 哼 这点蛛丝 就想缠住我吗 同样是蜘蛛 这点粘性 还是太弱了一点 漠染轻轻抖动了一下肩膀 娇俏的身材 瞬间从猪网里脱了出来 那些粘性蛛丝 就像顺滑的绸缎一样 缓缓地从漠染的身上滑落 半点也沾不上 哼 两只土蜘蛛守卫 瞬间发起了冲锋撞击 巨大的身躯 再次一前一后冲了过来 第一个土蜘蛛守卫 撞到了利刃蛛丝 然而 它并没有被切碎 而是将一根根利刃蛛丝 撞得变了形 留出了一个巨大的缝隙 此时 另外一只土蜘蛛守卫 从缝隙里 猛然朝着漠染撞了过去 这么大的身体 撞击那么弱小的身体 如果撞上 碰 土蜘蛛守卫 狠狠地撞在了地面上 整个洞穴都在微微颤抖 然而莫然 却凭着一根蛛丝 晃晃悠悠地停留在了半空中 看来这些土蜘蛛 也不是白给的 竟然知道 用粘性蛛丝 缠住利刃蛛丝 用粘性抹去锋利性的伤害 这样一来 我的陷阱就无效了 还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 莫然脸上 流出了亢奋的笑容 这样的战斗才有趣吗 呜 咕唧咕唧 土蜘蛛猪母 再次大叫了一声 随后 密密麻麻 如同潮水一般的两米 来尝的小型土蜘蛛 从巢穴深处 铺天盖地地冲了出来 同时 雄性蜘蛛 也立刻展开了攻击 没有了防御陷阱的莫然 此时立刻身陷围攻之中 虽然莫然身形矫健 不容易被抓住 但是架不住这里是土蜘蛛的地盘 如果不能逃出去 战斗的时间越久 对自己就越不利 一旦自己的力气耗尽了 那就只有被奴役的份儿了 莫然一边战斗 一边在飞快地思考着对策 他向左一闪 躲开了雄性蜘蛛的攻击 然后蛛丝脱手向下自由落地地坠了下去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土蜘蛛 也跟着开始自由落体地下坠 莫然在双脚刚刚触碰到地面的一瞬间 立刻向上弹起 然而此时 另外两只雄性土蜘蛛 已经出现在了头顶 地面上 有一群张牙舞爪的小型土蜘蛛 和两只土蜘蛛守卫 墙壁上也布满了土蜘蛛 这下真是无路可逃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轰隆隆 一声巨响传来 原本漆黑的土蜘蛛巢穴 瞬间亮了起来 随后 是数不清的巨大的碎石 从天空中散落了下来 将地面上的小型土蜘蛛 砸死了一片 其他的立刻仓皇逃走 原本在天花板的两只雄性土蜘蛛 也不见了踪影 这是 莫然一阵心惊 要知道土蜘蛛的巢穴 是建在山洞里的 天花板就是大山 现在天花板没了 露出了天空 说明 半截大山都被截断了 这一段并不是天鹿山的主山脉 但是也是一座不小的山峰了 结果直接被削平了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很快 天色再次暗淡了下来 一颗巨大的蜘蛛头颅 缓缓出现在了天空中 乌翁 巨型蜘蛛叫了一声 这声音就像是火车在山洞里鸣笛一样 但是声音更加的空灵幽远 整个山脉上都在不断回荡着大蜘蛛的叫声 叽叽叽 咯咯咯 土蜘蛛猪母见到如此的庞然大物 竟然吓得浑身不停地抖动 甚至连动一下都不行了 虽然同样都是变异七型的存在 但是同一等级的怪物 实力也有很大的差别的 等级越高 同等级实力差别就越大 如果土蜘蛛猪母算是刚刚构格评价到变异七型的话 那巨型蜘蛛罗伊德就绝对是边回忆七型生物的天花板了 虽然同间 但是实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可同日而语 死亡凝视 死亡凝视 累积看到罗伊德眼睛超过五秒钟 进入站立状态 无法行动 身体不受控制 每秒钟造成10%生命上限的伤害 持续到站立效果结束 土蜘蛛猪母的身体 正好定格在和罗伊德对视的角度 这样一来 只要到五秒钟 就会激发站立效果 站立效果一直持续 土蜘蛛猪母的生命力 在迅速地消失 喂 大家伙 你长得可真漂亮 默然盯着罗伊德 笑盈盈地说道 呜 问 罗伊德转过脸 缓缓地看向了默然 滴答 一团巨大的口水 从嘴角处缓缓滴落了下来 475章 默然与罗伊德 默然看着体型大到离谱的罗伊德 高兴地只拍手 双眼放光 仿佛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 但是罗伊德看着默然 却忍不住滴答滴答地流下了口水 巨大的口水落到地面上 直接浇在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小型土蜘蛛身上 他们滋滋怪叫着 快速乱窜了起来 但是没跑多一会儿 身上就冒出了一缕缕的白色蒸汽 只留下一个蜘蛛形的外壳 里面的肉全都被腐蚀成了一滩黄色的浓液 哇 大家伙 你可真厉害 默然兴高采烈地说道 哇 罗伊德缓缓地俯下身体 张开了大嘴 朝着默然就冲了过来 虽然看起来 他行动迟缓 但是因为体型太过巨大 移动的速度实际上极快 之前露在地面上的嘴 不过就是真实嘴巴的一角而已 距离地面越近 越感觉这张嘴大的恐怖 偌大的土蜘蛛珠母 在这张嘴面前 也就是够脚几下的一小块肉而已 呀 真是可爱的嘴巴啊 不过看样子 我得先跑了 默然黑黑笑了一下 然后朝着洞口跑了过去 但是洞口 聚满了土蜘蛛的守卫 这些守卫 只忠心于土蜘蛛珠母 丝毫感受不到恐惧 如今 珠母陷入战力状态 无法发布命令 这些守卫 就按照之前收到的命令 堵住出口来执行 默然冲了几次 都无法从这些硬翘家伙的身上挤出去 而此时 罗伊德的大嘴 已经越来越近 而且开始疯狂地吸气 周围的小型土蜘蛛 还有一只雄性土蜘蛛 都陆陆续续地 被吸进了聚嘴之中 默然的位置在洞口 这里承受的风压比较小 勉强还能撑上一阵 但是没多久 默然抓着的土蜘蛛手位 也开始缓缓移动了起来 似乎也要被吸到天上去 眼看着他大半个身子 已经离开了洞穴的藏身处 默然更是整个身体向上倒立着飞起 双手也快抓不住土蜘蛛手位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个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随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默然身上的吸力瞬间消失了 十几只小型土蜘蛛 瞬间从高空摔落到地面上 顷刻间枝叶横流 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默然则轻轻巧巧地落回到地面上 仰头看去 只见张尘浑身包裹着金色的能量 漂浮在半空之中 刚刚是他飞了过来 一拳打歪了罗伊德的脑袋 这才救了默然一命 是爸爸 爸爸来了 这下你们都完蛋了 默然说着 狠狠踹出一脚 将土蜘蛛手位踹进了洞穴之中 乌翁 罗伊德发出了一声怒吼 气流吹得张尘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别叫了 你的嘴臭死了 张尘说着 掏出了 喊是 罗伊德的契约 喊是 罗伊德的契约 罗伊德是是蜘蛛女王的得意之作 因为她的能力太过强大 蜘蛛女王不得不消耗巨大的能量 与其定下认主契约 拥有这个契约的人 将会被罗伊德默认为主人 并无条件地遵从 因为 默然死过一次 所以契约解除了 落到了张尘的手里 所以 罗伊德才会六亲不认地 连默然都攻击 对于蜘蛛这个种群而言 吃掉虚弱的猪母 那么胜利者就会成为种群中心的猪母 优胜劣汰 在蜘蛛的种群里 显得格外无情且残忍 随着 喊是 罗伊德的契约的使用 一道精纯的能量 瞬间钻进了罗伊德的体内 张尘通过绝对视线能看到 这股能量 顺着罗伊德体内的能量流动 直接注入到了能量核心之中 罗伊德巨大的身体 凝制了一下 下一刻 乖乖地向后退了两步 缓缓地低下了头 张尘看到罗伊德已经被降服 这才熄灭了身上的金色火焰 从半空中 直接落到了地面上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的实力 可比鸽者强大太多了 张尘刚刚开启了 神灵魂燃烧一荡 这个实力 已经可以秒杀鸽者了 但是一拳 砸在罗伊德的脑袋上 不过就是让他偏了一下而已 要是真动起手来 张尘也没有把握 能打败这样的大家伙 应该说 这样的大家伙 压根就不应该在 末世第三阶段出现 他的实力 至少应该是 末世第四阶段 巨物阶段的存在才对 爸爸 好吧 爸爸最帅了 莫燃飞奔着 跳到张尘的身上 他不像小白高兴的时候 直接骑在张尘的腰上 就像小孩一样 莫燃更像是纯情的少女 直接双手环绕着张尘 身体紧贴着 在后者的脸上 轻轻轻了一口 少请 他缓缓地问道 爸爸 这个漂亮的大家伙 能让我玩玩吗 张尘宠溺地 在莫燃的额头上 轻了一口 说道 以后他就是你的了 我会让他 永远听你的命令的 张尘还记得 莫燃的日记 知道罗伊德 是莫燃最珍贵的玩偶 或者可以说是 最珍贵的陪伴 要不是情况危机 张尘甚至愿意 让莫燃和罗伊德 重新签订契约 不过现在也一样 自己把罗伊德 亲自交到莫燃的手里 罗伊德服从张尘 自然也就服从莫燃了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爸爸 莫燃兴奋的原地跳了起来 抱着张尘 一连亲了好几口 不过 在那之前 还有件事情要做 莫燃忽然想起了什么 身影一闪 快速地冲到了 奸奸一息的 土蜘蛛猪母的身边 如果不是在最后的时刻 莫燃 吸引了罗伊德的注意力 土蜘蛛猪母 现在恐怕已经死了 它本身强大的再生能力 让它在每秒 消耗10%生命力的同时 还有缓慢的恢复 就是这么一点点恢复 让它在消耗了 100%生命力之后 还有一息尚存 降伏 或者 死 莫燃踩在土蜘蛛猪母的脑袋上 一柄丝凝结成的锋利的短剑 指着后者的一只腹眼问道 唧唧唧 土蜘蛛猪母 缓缓地趴下了身体 浑身全成了一团 这意味着 它已经被降伏了 莫燃伸手在土蜘蛛猪母的头顶上 轻轻抚摸了一下 两股能量流 互相交流了一下 与此同时 剩余的雄性土蜘蛛 小型土蜘蛛 和土蜘蛛守卫 纷纷围到莫燃的身边 向新的主群之主致敬 476章 张文文的胜利会师 张臣看着莫燃 只见从土蜘蛛猪母体内流出来的能量 再汇合到莫燃能量核心的一瞬间 一行提示 缓缓从她的身边升起 她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力 守卫召唤 蜘蛛女王可以召唤防御力极高的土蜘蛛守卫 进行防御 同时拥有土蜘蛛基因改造的能力 莫燃又变强了 在她收服了土蜘蛛族群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似乎也发生了一丝变化 在以前原本慵懒傲娇的姿态 现在更多了几分自信和沉着 眼神也更加沉稳了 爸爸 我们的事办完了 我们可以走了 默然笑盈盈地看着张臣说道 嗯 我们还是乘坐你的罗伊德出发吧 这样行进得能快一些 张臣随口说道 罗伊德 是什么 这个名字虽然是第一次听 但是却感觉很熟悉 很温暖 默然震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嗯 罗伊德就是这个大蜘蛛的名字 你喜欢吗 张臣这才想起来 虽然罗伊德是默然以前最心爱的布偶的名字 但是他重生以后 已经被清除掉了记忆 什么都不记得了 嗯 这个名字好听 那以后就叫他罗伊德吧 默然笑着拍手说道 现在他已经是你的了 你让他趴下 我们好上去 张臣伸手轻轻抚摸 琢磨染乌黑的秀发说道 好的 我试试 罗伊德 我是你的主人默然 我们要上去 默然在下面大声地喊道 呜呜呜 罗伊德叫了一声 整个山脉都被这巨大的声音所震动 不停地回响着 随后 一条网状的蛛丝 从上面垂了下来 缓缓停在了张臣和默然的面前 默然习惯了在蛛丝上游走 休息 但是张臣还是第一次登上蛛丝座的电梯 不由得有些好奇 咕咕 唧唧唧 土蜘蛛猪母带着一群小蜘蛛向前走了几步 似乎想要跟随默然一起走 默然回过头 轻轻摆了摆手 淡然地说道 你们就在这里 就好了 如果有事 我会叫你们的 咕咕咕唧唧 土蜘蛛猪母俯下身体 将头贴近了地面 表示攻顺和蛰伏 其他土蜘蛛亦是如此 就像是一群臣民在参拜他们的君主一般 在一群凶神恶煞的土蜘蛛的复眼的目送下 张臣和默然缓缓地乘坐者猪往电梯登上了罗伊德的后背 刚登上后背 默然就迫不及待地朝着罗伊德的大脑袋跑了过去 坐在他巨大的复眼旁边 好像在跟罗伊德做自我介绍 张臣笑了笑 向四周看了一眼 很快就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图书馆 还有周围的街道 这是张臣来到界面城市遇到的最诡异的迷雾城市 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此刻再次见到 竟然还有几分久别重逢的感情 张臣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 忽然 一群身穿暗红色的帽多的真神教信徒从周围涌了出来 见到张臣立刻虔诚地败倒在地 有些年轻的信徒虽然把头压得滴滴的 但是依旧忍不住想要偷瞄张臣几眼 毕竟能见到真神转世的机会 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不一会儿 十几名衣着华贵的信徒 低着头快速走了出来 他们的身上也是暗红色的帽兜 但是材质做工明显比其他信徒的要更佳 而且上面还绣着金色的花纹 一看就是教会中级别较高的成员 真神教之教教主张文问 教会参议萧广汉 教会护法韩爽 范依依 圣女苏雪 张文问领头 依依介绍身后的人的名字和职务 全都说完之后 这才恭恭敬敬地败倒在张臣的面前 哎呀 都是熟人了 客气什么 张臣笑呵呵地将张文问和萧广汉扶了起来 其他人这才一次站起身 嗯 高级蜕变者一阶段 很强吗 张臣下意识地描了一下张文问的等级 竟然已经升到高级蜕变者了 实际上教会杀掉的幸存者 大部分都被张文问吸收了 所以 他升级的速度很快 兼之陆陆续续地 总是不停地有幸存者来到界面城市 想要进入高墙寻求庇护 张文文就趁机扩大了一下真神教的规模 进程的规矩很简单 就是加入真神教 听话的留下 不听话的也不会浪费掉 直接杀掉吸收能量 所以 张文问的升级速度很快 因为高级蜕变者继续升级 就需要超巨金盒 所以 他把多余的巨能金盒 全都分给了下面的人 此时 教会的核心骨干成员 实力基本都在终极蜕变者二阶段以上 护法韩爽和范依依 实力更是提升到了终极蜕变者三阶段 差一步就能晋级为高级蜕变者这样的强者之列了 能再次见到真神 真好 张文问低着头 红着脸说道 嗯 你们活着 我也很开心 张晨笑着说道 真神 您的实力真是越来越强了 刚刚打大蜘蛛的这一拳 整个市区都地震了一样 一栋老楼直接就倒塌了 威力真是惊人啊 也只有神才能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肖广汉由衷地称赞道 肖教授 您就像以前那样叫我的名字就行 叫真神什么的 怪别扭的 张晨笑着说道 那怎么可以 以前是我糊涂 没有意识到真神的存在 还在用以前过时的思想来思考 现在经过教主的引导 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新的认识 而且相信您 一定能带领我们在末世中生存下去 甚至终结末世 肖广汉一脸认真地说道 嗯 张晨有些哭笑不得 看来张文问对肖广汉的洗脑进行得很彻底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了 范依依和韩爽也一次跟张晨打了个招呼 到了圣女苏雪这里 他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真神 就没再多说话 但是 一双明亮的毛子 却时时刻刻都在跟随着张晨的一举一动 301章出场的人物 477章 张晨的新商机 张晨站在罗伊德的背上 向下看去 只见整个天路山脉都尽收眼底 远远的还能看到高耸路云的高墙城市 只不过 从这个角度看去 原本巍峨雄壮的高墙城市 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宏伟壮观了 罗伊德转身把徐瑞娜也接了上来 然后开始向来时的方向前进 真神 请您还是进入建筑中休息吧 这个大蜘蛛一动起来 外面的风会比较大 张文文体贴地建议道 也好 张晨点了点头 随便走进了路边的一家餐馆里 如今是末世 所有的食物都集中在营地首领 或者营地首领的指定人手中 每个人都是统一分配食物 所以 餐厅就失去了和平年代应有的功能 现在已经彻底荒废了 有一家三口住在这里 丈夫是龙国人 妻子是西洋人 但是孩子的肤色确实棕色的 一看就是末世来临之后 重新拼凑出来的家庭 也确实 任何一个完整的家庭 能在末世里经历了这么久 还能保存完整的 几乎是凤毛绫角一样的存在了 在墙面上贴着巨幅的张晨的海报 上面画的 正是张晨漂浮在大海和天空之间 头顶的密布的阴云忽然被驱散开了一个大洞 阳光如同驱散黑暗的利剑 沿着空洞照射了下来 这正是当时渡海去见面城市的时候 遭遇了暴风雨 张晨使用天气控制器之后 猛然跃出海面出现的效果 当时被张文文奉为了神迹 谁知道 他竟然还偷偷把这个画面拍摄了下来 还找到了列印的道具 将这幅画面做成了海报 成为了宣传真神神迹的强力手段 拜见真神 一家三口见到张晨和张文文进来了 一个个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赶忙败倒在地 真神能到自己的家里做客 这是莫大的荣耀 真神 这一家都是真神最虔诚的信徒 每天都会瞻仰您的风采 您等来这里 相信他们肯定激动坏了 张文文笑盈盈地说道 嗯 告诉大家 以后都不用这么客气 鞠个弓就够了 磕头有点太过了 张晨说道 谨遵真神教诲 那以后就都不用跪拜了 还不快起来 张文文柔声 对着一家三口说道 虽然她觉得 对真神型跪拜里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果只是鞠躬 显得不够尊敬 但是毕竟这是张晨的话 张文文只能无条件地遵从 感谢真神 丈夫搀扶着妻子站了起来 孩子站起身晃了晃 差点晕倒 怎么了 这是生病了吗 张晨关切问道 这一问不要紧 男人听到这番话 立刻激动地再次跪在了地上 大声哭诉道 请真神救救我们家的孩子吧 他最近高烧不退 一直叫冷 我们给吃了抗生素 但是效果不大 高烧总是反复发作 医生说 很可能是得了坏血病 需要补充维生素 但是末世里的这个世界的药房 根本就没有维生素 如果再这样下去 只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求求真神险胜 男人说着连连磕头 让张晨制止了 张文文拉着张晨走到一边 小声地说道 其实这种情况不止他一家 真神教理很多人 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种情况 末世到现在也才两个月 本来不至于如此 但是幸存者身上的时间流加速了 所以饥饿感更明显 同时也加快到坏血病发病的概率 也是我无能 没能从其他的幸存者团队身上 搜到水果和维生素 张晨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这事也不怪你 别说我们这一期的轮回者 会面临水果短缺的问题 就算上上一届的轮回者 也是一样 肖广汉此时走了上来 小声地说道 这件事确实不好处理 就算真神宁神通广大能弄到水果 救到了这一家 却救不了所有人 现在整个教派足足有一万多人 就算一人一颗果子 那就是一万多颗 而且就算你有这么多水果 还得让看这个果子的维生素 是否全面 含量是否丰富 张晨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 一万多颗 算一颗果子的重量是一百克 一万多颗就是一吨 他查看了一下戒指里的脆脆果 足足有三四十吨之多 这还没算上沙叶 还有其他张晨 从平行世界的超市里 零原购拿到的水果 还可以不算多 当听到张晨这番话的时候 肖广汉惊讶地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什么 一吨水果 还不算多 现在末世里 有人想掏出一颗水果 都难于登天 甚至精品拍卖行里 有人挂了一颗 有些腐烂的水果 标价五千 巨能金盒 一枚都瞬间被人买走了 张晨竟然说 一吨水果不算多 肖广汉看了看旁边的张文问 后者却是一脸的轻松 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 或者震惊 就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看向张晨的目光里 充满了坚定和崇拜 这些水果给大家发下去吧 然后组织些人力 我的庄园里有三十亩地 可以都种上水果 文文 你的戒指 应该也够开启庄园了吧 把你庄园里的土地 也都种上水果 另外 组织人在世界精品拍卖行 少量地放些水果出去 最好能找到大户进行交易 拍卖行的销量 还是太小了 张晨从肖广汉的话中 立刻察觉到了伤机 败血病 这是由于人体的生理结构 长期缺乏维生素导致的疾病 这和病毒感染什么的 完全不同 后者只要你体质够好 抵抗力够强大 就不会生病 但是败血病 是因为体内缺乏维生素导致的 这和体质无关 估计现在全世界的轮回者 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毫无疑问 只要打开了水果的销路 就相当于 张晨完全不用去杀戮 只要坐在家里 就有全世界的轮回者 在帮自己赚钱 当资本家的感觉 似乎也蛮好的 478章向山顶进发 张晨把一吨脆脆果 交易给了张文文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鉴定 说明表达得很清楚 富含人体所需的 所有营养和维生素 而且根据雪莉所说的 这个世界目前已知的 只有四种果蔬 张晨已经拥有了 其中三种 肉鼠 脆脆果 和沙耶 最后一种水果种植 极其繁琐 而且产量不佳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张文文立刻通过戒指 将这些水果 发给了各个驱骗的负责人 由他们进行二次下发 脆脆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应该可以缓解病情 挺上一阵子了 很快 外面就传来了 此起彼伏的歌颂真神的声音 之前他们拜见张晨 主要是 怀着好奇和敬畏的心灵 现在 他们的声音中 切切实实地充满了崇拜和感激 如果不是神 谁能在食不果腹的末世里 一口气掏出这么多水果 如果不是神 谁会舍得把一颗价值超过五千枚 巨能金河堆的水果 就这么轻易地送给了别人 在信徒们看来 张晨浑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辉 不仅是实力强悍到 可以称之为神 品格更是只有神 才能做到如此的无私奉献 简直张文文之前 一直在给信徒们洗脑 此时的他们更加笃定 张晨就是神的转世 带领大家终结末世的存在了 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让他们帮忙种植水果了 就算立刻让他们去死 他们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几个人正说话的功夫 罗伊德挪动了几步 很快就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 他调整了个姿势 将头朝向了大山 背对着山下 因为莫染刚刚跟罗伊德说过了 自己一行人 以后要上山 所以 罗伊德提前调整 好了行进的方向 不一会儿 二胖 小白 雪莉 左南 还有两辆巨甲运兵车 全都乘坐珠网电梯 来到了罗伊德的后背上 众人看到罗伊德体型如此巨大 背上甚至还拖着大半个城市 全都嘖嘖称奇 二胖经过一番战斗 身体已经很疲惫了 四条腿站在地上 都忍不住地在发抖 似乎已经快力竭了 但是 他依旧死死地 咬着口中的猎物 艰难地一步步 走到张臣的面前 这才将利吃虎的尸体 吐在了地上 然后腰弓式地 摇了摇尾巴 随后体力实在不支 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 变成了小体型状态 二胖哥哥不让我们插手 只要我们一过去 他就呲牙 这场仗 是二胖哥哥自己赢得 我和雪莉姐姐 只是在一边观战来的 二胖哥哥很棒 小白从旁解释道 雪莉也从旁边点了点头 看向二胖的目光里 多了一丝尊敬 嗯 好样的 张臣伸手在二胖的身上 轻轻拍了拍 他的绝对视线 看到二胖体内的能量线条 变得更加明亮了许多 二胖经过这场战斗 变强了 他和小白都是越经过战斗 实力提升越快的存在 经过这番历练 相信他们都有了不小的成长 尤其是二胖 即便累得快要虚脱了 也记得要把尸体 带给张臣这个使命 等着让张臣回收 张臣又将目光 看向了利驰虎的尸体 很快 一条熟悉的提示 缓缓从旁升起 能量枯竭的利驰虎尸体 采集将不会获得任何金河 好家伙 竟然和小白那边的战斗一样 是硬生生把对方给累死的 想象也是 利驰虎的属性是同阶的五倍 这种情况下 想要硬碰硬取胜 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二胖才开启了高消耗的召唤模式 利用笑月狼不断地试探 二胖则在旁边分析利驰虎的攻击 和躲避的习惯 以此来制定 可以打败利驰虎的策略 虽然这个策略 好像到最后 也没有拟定出来 但是二胖成功地利用狼群的数量优势 耗尽了利驰虎的最后一次能量 这样也算是一种战术上的胜利吧 瑞娜 这个恐怕 也得交给你了 张臣朝着徐瑞娜说道 愿意效劳 徐瑞娜笑盈盈地 走到利驰虎的身边 再次用凝聚着恶化病毒液体的爪子 轻轻划了一下 不一会儿 丧尸化的利驰虎缓缓站了起来 眼睛变成了浑浊的白色 口中发出无意义的嘀吼声 哇 这就是御魔使的实力吗 太可怕了吧 是啊 我这一路上都没听说过 有变异生物会被感染成丧尸的 御魔使竟然能感染变异生物 还是变异六级这样的强悍的存在 话说神的坐骑也很猛啊 身为坐骑 都能咬死利驰虎 简直难以想象 要么说 怎么是真神呢 身边的人随便一个 都是超出人类的范畴 没错 我听教主说了 这个大蜘蛛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只不过 他会主动地找到真神 并沉浮于神 你看看 果然如此 这么恐怖的生物 见到真神 听话得像只小绵羊一样 让他去哪里 就去哪里 幸亏真神来了 这大蜘蛛跑得太快了 我都差一点 以为自己死定了呢 感谢真神 由衷地赞美真神 周围的信徒 在道路两边的建筑里 透过窗子 好奇地盯着外面的一举一动 张晨身边发生的随便一件 平平常常常常道内的事 都是颠覆他们三观的存在 现在人齐了 我们直接到山顶看看吧 进步派到底在那里搞了什么东西 张晨淡然地指挥道 随后 大蜘蛛缓缓地迈开步子 朝着山顶的方向 一步步地爬了过去 此时 躲在岩石后面的岩刚等人 浑身已经被冷汗给湿透了 这样的巨物 怎么在狂兽阶段就苏醒了 这样的大家伙 只怕在这个阶段 都是无敌的存在吧 副官脸色苍白地说道 无敌倒说不上 只要不碰到凶兽问题都不大 但是可惜了张晨团队了 明明一个个实力超群 但是面对这样的大恐怖 即便是他 也是无能为力的吧 本来我还想让军团长 跟张晨好好聊聊 这些 全程空谈了 岩刚略微惋惜地说道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把张晨团队的故事 记录下来了 虽然他们不在了 但是以后 一定会流传着他们的传说的 副官拿着小本本 信誓旦旦地说道 479章 山顶的尖塔 那 我们还继续上山吗 看着罗伊德 渐渐远去的巨大的身影 副官心有余悸地问道 张晨团队都被灭了 我们还怎么上山 且别说这个大蜘蛛 是往山上去的 就算没有这个大恐怖存在 这密林里 随便窜出些强悍的怪物 都够我们喝一壶的 保存实力 等唤醒了军团长再说吧 也许集合几个军团精锐的力量 能抵达山顶 解开那里的谜团 岩刚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说完 带着队伍 沿着来的路线 缓缓地撤退了回去 另一边 罗伊德迈着步子 很快就来到了山顶 这也是左南之前 在地图上圈出来的 七座城市运送零件 最终会合的地方 也是最可能是灯塔所在的位置 这就是灯塔吗 雪莉站在一座办公大楼的楼顶 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尖塔说道 这个尖塔的形状 就像是一个倒叉在地面上的冰锥 越往上面越细 到最后的时候 只有一根天线粗细 塔的周围 还有很多支出来的细小的天线 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信号发射塔 这不可能是灯塔 灯塔是可以承载一百万人的 进水蓝星轨倒空间站 这么小的东西 别说容纳下一百万人了 就算是做灯塔火箭 推射器的燃料箱 都勉勉强强 左南皱着眉头说道 确实 周围的地理环境 也不适合做灯塔的发射地点 一般发射航天设备 尽量选择开阔地带 而且不会选择在密林里 而且 这附近的地貌 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结实 我本来以为会在半山腰 如果是这里的话 充其量这个位置 算是山脉的高点 仅此而已 徐瑞娜从旁说道 嗯 确实不是灯塔 也不是灯塔的发射架 而是进步派 用来远程输送能量用的 张晨点了点头 他在凝视这个尖塔的时候 一行提示 缓缓浮现了出来 远程能量输送端 可以将核心的能量远程传输到指定的目标位置 进行远程送能 但是 张晨用绝对视线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 从尖塔上 有任何能量传送出去 周围根本没有一丝的能量波动 十分的平静 远程输送能量 是给高强城市 输送能量吗 雪莉诧异地问道 肯定不是 如果有能量的话 在高强城市里 直接使用多猴 为什么要跑到这么偏僻危险的地方 建个能量输送站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左男摇着头否定道 没错 这个远程输送能量 对于进步派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不然不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 而且密林区有野兽横行 他们不会对这些冰冷的建筑产生兴趣 但是却可以阻止 其他想要接近这里的幸存者 所以他们建造这个东西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防止被幸存者发现的 结合它的功能 它很有可能是给灯塔输送能源的 毕竟一个漂浮在半空中 可以供给一百万人生存的空间站 光靠太阳能面板 是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 张辰抽丝剥茧的推理道 听到灯塔这两个字 本来满脸失望的众人 立刻重新燃起了希望 也就是说 只要找到能量塔 在向哪里输送能量 我们就能确定灯塔的位置了 左男惊喜地说道 没错 不过这是原住民的设备 有人懂通讯技术和能量传输技术吗 张辰问众人道 他最先看向的是徐瑞娜 毕竟他是度压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 后者连忙挥了挥爪子 说道 生物技术我懂 通讯 能源输送什么的 一窍不通 小白和默然倒是一脸期盼地 希望张辰看向自己 这样 自己就是可以大声地提问 什么是通讯技术和能量传输技术 如此好歹 让自己能多一点参与感 但是张辰早就预料到 是这样的结果 目光直接跳过这两个女孩 看向了张文问和肖广汉 肖广汉轻轻摇了摇头 虽然他是教授 但是也跟通讯技术什么的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隔行如隔山 张文问则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 似乎在通过聊天频道 询问教会成员的情况 不一会儿 他回过神来 主动汇报道 教会里有七名通讯工程师 三名电器工程师 还有两名高级电工 只有他们的专业和工作履历 和这方面有关 至于能量传输这一部分 因为谁也不懂 但是之前我们的世界传输的能量是电力 希望能和能量传输有关吧 人多力量大 至少他们在原来世界的知识和经验 很可能会在这个世界派上用场 张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很好 那你让他们都过来吧 一起研究一下 张文文微微欠身鞠躬 答应道 是 我这就安排 说完 他的表情再次呆滞了起来 那个 我也行 左男弱弱地举起了手 他以前学的专业就是通讯专业 而且还在通讯公司 做了很长时间的基站维护工作 对硬体这方面比较擅长 在进入末世之后 虽然他被灵魂组织奴役成了奴隶 但是奴隶和奴隶还是不一样的 像西格曼那些和左男一起苏醒的人 他们属于是苦力 而左男属于有点技术的努力 有时也会帮忙研究一些 报废的进步派的设备 久而久之 也研究出了一些新的 本来他是打算 没有人能解决燃眉之急 等到张辰万般无奈看向自己的时候 他才挺身而出 甚至左男都已经想象出 张辰离不开自己的画面了 结果没想到 张文文的教会里 竟然一下子弄出了这么多人 要是自己再不毛遂自荐 那自身的价值又要贬值了 这才不得不举手 嗯 那也算你一个 张辰轻描淡写地说道 随后他缓缓地走到左男身边 轻声说道 希望你能证明你的价值 是 听到这句话 左男的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 480章0835 天鹿山的山顶不是灯塔的位置 那么 剩下的唯一一个地点 就只剩下极北地区的大平原了 按说唐厚德留下影像 让轮回者找到他 他总不能把灯塔 已经发射到天上去了吧 要是这样 谁能找到他 唐厚德若是不想被人找到 可以不留下任何的信息 何必多此一举 更何况 如果灯塔真如介绍的那样 可以容纳一百万人 在上面安居乐业的话 那他们也没必要返回地面了 更不用煞费苦心地 召唤轮回者前来了 空间站里不愁吃喝 还不用担心怪物的攻击 不比地面上舒服多了 结合上面的分析 左南还是相信 灯塔并没有发射 而且 千万要在极北的冰原上面 否则的话 自己的性命 恐怕都会十分的危险 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累赘 张成会怎么对待自己 估计留在荒野等死 已经算是罪人辞的惩罚了吧 想到这里 左南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很快 教会的人骑了 左南作为小组长 带着一小队 负责技术研究 张成和徐瑞娜等人也顺势回到了地面上 他们也很好奇 这个能源输送端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 韩爽和范依依带着交会的数十名精锐 在尖塔附近建立了防御攻势 防止怪物突袭 其实有罗伊德在这里 但凡稍微有点智力的怪物 都不会主动跑过来送死的 这样做 就是防止突发情况而已 站在罗伊德的背上看 这座尖塔 好像并不大 但是走近了看 才发现这座塔也是宏伟非常 足足有七八十米高 贴近地面的部分 足足占地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外面包裹着坚固的强化混凝土 材质和高墙城市的高墙相似 上面有能量网格防护 正面是一个巨大的铁门 两侧和上方都有强化版的自动紧接哨塔 这个大门我拆解过 应该可以从外面打开它 www 左南再次自告奋勇地说道 嗯 先等一下 张晨右手一挥挡住了左南 他看到铁门门口的地面上浮现出一行行的提示 感应式地雷 能感应到自身上下十五米范围内的生物 并立刻触发爆炸 物理攻击和能量攻击无法触发爆炸 光是正对着大门这一片 就足足有几百颗感应式地雷 而且 在地雷的上层也包括能量网格 也就是说 如果用发动能量攻击的话 只会造成能量反弹 对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以左南的高级蜕变者的实力走过去 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是毕竟 这次研究能量传输端还需要它 暂时还是别拿它冒险了 二胖还在休息中 那只好自己来了 张晨回忆着和歌者对战时 画出分身的能量流动和能量构建方式 忽然 他右手一挥 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瞬间出现在众人眼看 看到这一幕 张文文等人直接傻眼 竟然能分身 这 这也太强了吧 萧广汉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直摇头 暗道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怎么当初张晨说什么 自己就信什么呢 还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哪个普通人能驯服这么大的蜘蛛 哪个普通人能随便拿出一吨的水果 表情没有一丝的变化 哪个普通人站立报表不说 还特么能分身 还说 你自己不是神 这回 如果你再说自己是普通人 我是说什么也不信了 只见张晨的分身向前轻轻一跃 脚刚刚踩到地面上 扑哧 忽然一道刺眼的强光亮起 从地面上计射出一道炙热的能量 直接将张晨的分身包裹了齐尔 而且又向天直接喷出二十多米高 持续了三四秒 这才停了下来 有陷阱 左南京道 虽然他距离张晨的分身 有三十多米远 但是依旧感觉 这炙热的能量热的烫脸 距离这么远的距离 都能感受到烫 那如果现在踩在陷阱上的是自己的话 就算不熟 少不了也得烫伤 想到这里 左南一阵阵后怕 至于真神教的众人 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的眼中 闪烁的是恐惧和敬畏 天啊 这里竟然有这么可怕的陷阱 这个温度恐怖如斯 如果是我的话 恐怕现在 已经成为焦炭了 你还好 如果是我的话 已经成为骨灰了 再看踩中陷阱的张晨的分身 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身上包裹着的能量屏障 让衣服都没烧着半点 探清楚了地雷的杀伤力之后 张晨的分身猛然加速 每跳跃一次 都能精准地踩在感应室地雷上 随后数百道强光 一次击射而起 热浪将周围的树木 都引燃了 雾字冒着火苗 几名兵系能力的教徒赶忙冲过去把火熄灭了 砰砰砰 张晨的分身来到大门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毁掉了门口的防御系统 呼 接下来该我们出场了 这个大门交给 左南本来想说 这个大门交给我 让他炫耀一下 从外面攻破进步派防御大门的技术实力 可惜话没说完 就听到一阵金属被撕裂的声音 随后砰的一声巨响 弱大的金属门 直接被张晨的分身拽了下来 像废铁一样扔到了一边 破 随后 分身消失不见 可以了 里面没有防御型武器 而且刚刚地雷在引爆的同时 能量屏障也被解除了 张晨说完 带着徐瑞娜等人 率先走了进去 左南也紧跟其后 一进大门 是一个除军舱 再往里面走 立刻进入了一个空旷的大厅 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物体 直通塔尖 操作台的上方 就是一道玻璃窗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圆柱形物体的内部 里面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能量就是从这里输送的 张晨略微差一道 本来以为是什么高级科技手段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就是将能量放进去 然后进行传输 感觉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不过传输的能量 好像没那么单纯 徐瑞娜在圆柱体的侧面 推开了一道门 上面写着 0835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